你好,我是约翰·碧维尔,非常荣幸能与你分享。 神在2015年5月31日对我说,神说, 我儿,你以忠心地把资源带进英语世界。 现在,我想你把我交托给你的资源传给全球牧者、领袖。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直到我们开展了这个项目, 我们已经向牧者和领袖们共分发超过一千万条教材, 让世界各地牧者能以自己的语言运用。 分发这些教材的目的,就是完成耶稣的吩咐。 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凡他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领袖们,我对你们有真实的热情, 我欣赏你们所做的, 也知道你们的付出, 知道你们付出的时间, 也知道你们渴慕神的话语。 所以,我鼓励你们这么做。 阅读你手上的资料, 先自行研读。 你会发现一个叫Cloud Library.org的网站, 你可以去这个云端资源库, 免费下载所属语言的全部数据。 这是我们希望你去做的, 召聚你带领的人, 可能是教会或神学院, 请他们登入Cloud Library.org, 下载所有资源。 以小组形式, 一同研习, 我们若能建立稳健的教会, 就能改变小区。 我们若能建立稳健的教会, 小区里的人就不会跌入永远的毁灭。 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 包括你的小区和地区。 谨记, 以创意的方式来研习。 甚至可颁奖状给完成课程的人, 告诉他们以从课程毕业。 帮助他们在认识神的路上成长, 使他们可目更深认识神。 他们若改变自己的影响圈, 你的小区就能更快地改变。 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爱你, 享受这些资源吧。 你们好, 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消灭课时。 首先, 我们来欢迎博客, 亚历山大, 美帝, 贾斯汀。 贾斯汀, 我真羡慕你的发型。 我在想, 你的发型真的很酷啊。 无论如何, 我很高兴可以跟你们谈这题目, 因为我深信这题目可以让许多人得释放。 我很兴奋, 因为神深爱着你。 我们先谈谈书名, 为何这书叫消灭课时? 这是一本关于超人的书吗? 不, 不是, 但在超人与我们跟随耶稣的路上, 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 我们在谈基督徒, 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第一点, 超人不来自这世界, 我们也不来自这世界。 第二, 他拥有来自其他星球的超能力, 我们都拥有来自其他世界的超能力。 他对抗邪恶, 我们也对抗邪恶。 他释放被恶棍欺负的, 救那些被坏蛋陷害的。 还有什么呢? 他从太阳得能力, 我们从耶稣那里得能力。 不过, 有种物质可以克制超人。 那是什么? 就是克时。 这是什么? 就是一种放射性物质。 亚历山大做了许多资料收集, 我也很爱看着动漫。 它是一种从超人老家来的放射性物质, 接触后可以抵消超人的能力。 之后, 它就不再有超能力, 只像一个常人, 力量甚至比常人更弱。 在世上, 甚至有另一种克时, 就是属灵的克时, 它可以抵消我们那属天的能力。 而且, 实际上, 你知道克时为何能远远凌驾于超人? 就是超人遇上克时那一刻, 他才会发现。 同样, 许多基督徒没有发掘属灵的克时, 直到他们遇上, 然后他们的能力就马上被抵消了。 传达这信息有两个目的, 首先是如何辨别属灵的克时, 其次就是如何消灭它或毁灭它。 在开始前, 我们要先明白我们的潜能, 我会把它的定义写在我身后的屏幕上。 如果你没注意你自己的潜能的话, 你就很难去把它发挥出来。 让我先举个例子, 这是我的亲生经历。 在几个月前, 我最小的儿子去了印度, 他到那里一个特会去, 然后我发现我手机的操作系统好像有点问题。 他发短信息给我, 他需要身为他爸爸的我去回应。 我记得我花了15分钟。 当我按发送键的时候, 他就自动跳到主屏幕去, 然后我再次打字, 想着再发一次, 但仍然跳到主屏幕去。 我发一句话给亚顿, 就花了我20分钟。 我其实有很多话想说, 我很沮丧, 我儿他身在印度, 他真的需要我的协助, 但我连发一句信息也有困难。 我说自己非常沮丧, 也不过分, 对吗? 我最终都放弃了, 我把手机拿去维修, 他们说, 那是手机操作系统出了问题, 并且不消一会儿就弄好了。 我曾经尝试过自己弄, 就是不成功。 然后我开始想, 假如是在一百年前的话, 我会未能马上发具信息 给在印度的儿子而高兴。 在一百年前, 我甚至没办法打个电话。 同样的, 当你知道自己的潜能, 但不去运用的话, 你也会沮丧。 我这样说, 也只是希望你沮丧。 在这一刻, 我希望你沮丧, 因为我想让你看见自己的潜能。 好吗? 不然你就会像我一样说, 我的手机为何不管用? 首先我想谈谈神的伟大。 现在, 我将要谈论的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谈到的不仅是基督徒, 甚至是非信徒。 因为罗马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节说, 他们都认识有关神的真理, 因为他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借着神所造的万物, 人可以清楚地看见神那看不见的特性。 请留意以下这话, 也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 这些特性甚至对非信徒都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就算非信徒都知道神是全知的, 对吗? 全知就是神在知识、智慧和认知上都是没有穷尽的, 祂是全在的。 这话怎么理解? 祂无处不在, 祂知道我们心底的思想与秘密, 祂知道一切。 非信徒就算口口声声否认, 祂心里也知道, 祂也知道神的能力。 保罗实际在说, 神是最有能力的, 没有什么比他更强。 我曾经在一家餐厅里, 里面的人都不是信徒。 其中一个服务员问我一个有关神的谜语, 含义是, 世上没有什么比神更有能力。 另外有一次, 有个信其他宗教的人告诉我, 他知道神把永恒放在我们里面。 神把对他自己的认识放在每个人里面。 神不受时间限制, 在他没有穷尽。 他用手心量猪水。 他用手虎口量苍天。 而且宇宙里最庞大的受造物都在送羊。 神何等的伟大。 每一刻当天上被摇汗时, 成千上万的受造物也感受着, 这是我们所服侍的神。 你知道吗? 我们称之为神, 为天父。 因此, 身为他所爱的儿女, 我们是否应该反照他的形象? 想想看, 让我们看看一节我喜欢的经文, 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这里没说, 我们将来在天上也如何。 约翰特意说,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想想这话, 彼得说他赐给我们, 伟大而宝贵的应许。 这些应许能够使你们, 请留意这话, 分享他的神性。 让我们思想一想, 我们分享他的神性, 神。 这字的希腊文是seos, 意思是单单从神而来的。 神性的, 性字表达, 他的特性, 他的基本法则。 是他的特性与基本法则。 把这些意思综合起来的话, 彼得在说, 神使我们分享他独有的基本法则。 如果有个牧者或基督徒对你说, 你知道吗, 基督徒跟罪人没区别, 只是被赦免而已, 这话会使你沮丧吗? 就算天人界所表达的, 也不是这样。 你听过一头狮子, 可以生松鼠吗? 你听过一头狮子, 可以生小花猫吗? 你知道吗, 狮子不能生小花猫, 对吗? 当我们看见自己的言行举止, 我们就会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只是小花猫, 它是狮子, 不过犹大的狮子, 不能生下小花猫。 神只会生下像他一样的, 与他相似的儿女, 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应拥有超凡的品格, 我们的诚信, 应该是无可挑剔的, 对吗? 我们应该忠心, 我们应该有着无限的喜乐, 爱与平安。 我们应该是在地上最有爱的一群人, 对吗? 我们应该有超自然的力量, 有什么疾病可以与神的儿女匹敌?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我们应该在各方面都优胜, 有清晰的思维, 强健的体魄, 我们应拥有任何资源, 去扩展神的国度。 今天的教会, 明显地存在这些特质吗? 让我们在这评估上诚实。 今天你能看见基督徒与世人的明显区别吗? 尤其是在西方社会, 让我坦白说句话。 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我想你去认真思想。 今天你能看见基督徒与世人的明显区别吗? 能看出来吗? 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比维尔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常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挑选你需要的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能看得出来吗? 当你看见基督徒的离婚率, 就跟世人没有区别。 基督徒因为嫉妒, 相互之间也彼此控告。 许多基督徒在身心健康等各方面都有挣扎。 看着这些例子, 我是否把标准定得遥不可及。 让我们一起看看旧约圣经, 看看在旧约创世纪的约瑟, 看看他的品格。 约瑟知道如果拒绝他的主母, 就会碰上大麻烦。 他的主母诱惑着他, 每天都以眉目传情。 圣经说, 约瑟每天都向他说不, 对吗? 甚至他因此要被关起来, 因为他要保守他的品格。 这是记载在旧约圣经, 让我们再看看但一礼书, 但一礼书六章三至四节, 因着但一礼有美好的灵性。 所以, 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 王又想利他治理通国。 这王是巴比伦王, 是当时最有势力的国家。 那时, 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一礼误国的把柄, 为了参他, 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 过失。 这是记载在旧约圣经, 你们明白吗? 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 过失。 这人是但一礼, 在看他的创新, 构思和智慧。 他比任何人都要出色, 但他并非由巴比伦的老师所栽培, 他们都是当时最顶尖的老师和科学家。 但一礼却来自小小的以色列。 但一礼书一章说, 但却理他们高明十倍, 在经济方面, 在旧约时代的一个时期, 有个时期, 银子跟石头一样普遍。 试想想, 银子跟石头一样普遍, 在《猎王纪》上章二十一至二十七节, 当时的以色列完全找不到一个穷人。 听听这节经文, 所有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安居乐业, 从北部的丹到南部的别是巴, 这两个都是以色列南北两端的城市, 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房屋和院子, 他们不需要政府福利, 不需要救助, 没人没有工作。 但那时的盟约是较次等的。 请记得西伯来书八章六节说, 这里说, 耶稣做更美之约的中宝,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利的。 因此, 让我们看看新约圣经, 再深入研究一下。 在新约时代, 人们是怎么称呼基督徒的? 就是那搅乱天下的。 现在却没有人这样称呼基督徒了。 他们到了一个城市, 然后那里的人就说, 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 他们也是没有缺乏的, 很奇妙啊。 看看《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 神极大的恩惠降临在众人身上, 他们中间没有人缺乏什么。 我们思想这句话, 通常他们需要说服新约时代的其他信徒, 他们需要说服其他人说, 他们并不是神。 试想想, 彼得需要对一个罗马军官说, 罗马军队是当时最强大的。 你起来, 我也是人, 再看看路斯德城的人。 他们认为保罗是神, 因此保罗就撕开衣裳喊着说, 嘿, 我不是神。 在马尔塔, 人们归纳出保罗是神。 因此, 世上的人, 我指的是在《使徒行传》的新信徒, 这世上的人, 看基督徒为当时的超级英雄, 那时还未到一九三十年代, 未有超人这动漫出现。 它有两个中学生创作的, 除非你待在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 不然你肯定听说过或看过这动漫。 但是, 在初代教会并没有超人, 却有许多能运用超自然能力的人。 我们是能运用超自然能力的人吗? 请看看初代教会, 看看当时的情况。 在五旬节那天, 没有打广告, 没有微信, 没有社交媒体, 却仍然有三千人得救。 你可以想象一次教会聚会, 没有用社交媒体, 没有派单张, 没有打电视广告, 没有电台广播, 却有三千人在聚会里得救。 这吸引着全城的眼球, 然后在几小时后, 一个生来瘸腿的, 被彼得治好了, 他可以跳起来, 站着又行走, 其他人会怎么想, 哦, 我的天哪, 我们认识这人, 他一直在讨饭, 他生来瘸腿, 现在却可以又跑又跳, 然后又有五千人得救, 但他们没有听到彼得或约翰的信息分享, 因为他们被抓了。 我们想一想, 五千人得救, 这天的服饰很有果效, 对吗? 再看看圣经如何描述初代教会的祷告, 是让那地也震动的。 你们是否知道, 圣经的内容是没有夸大的, 对吗? 它不能夸大, 它不像我们说话。 如果圣经说震动, 就真是震动。 当彼得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行走, 是耶路撒冷的街上, 那里躺着瘸腿的, 忙的, 瘫痪的, 他们全得了医治。 这就像现在一个信徒, 走进医院, 把所有病人治好了。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又有一对夫妇, 他们带着奉献到来, 但却在奉献的事上撒谎, 他们就马上死去。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教会聚会, 有人因为他们在十一奉献上撒谎, 然后马上死去吗? 你们看见当时教会跟现在的区别吗? 明白吗? 你们知道圣经有清楚地告诉我们吗? 教会在耶稣再来之前, 比起我刚说的, 教会会更有能力, 更荣耀。 明白吗? 试想一想, 让这话在你里面沉淀, 这是个真理。 神说,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我在书里写了整章内容, 来描绘这情况, 明白吗? 在初代教会时期, 是整个城市得救的, 菲利去撒玛利亚城, 整个城市得救。 再看看彼得, 他在约帕是一个女孩复活, 圣经说整个城市都归向主, 我们不是说一部分人, 是整个城市, 彼得也让一个瘫痪的人可以站起来, 然后旅大和沙伦的人都归向主, 是整整两个城市得救, 明白吗? 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说, 有两年时间,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都听见主的道。 没有互联网, 没有电视, 没有广播, 每个住在亚西亚这区域的人, 不止一个城市, 在两年内都听见主的道, 明白吗? 让我们对自己坦白, 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光景吗? 当我走进一家有一万或一万五千信徒的教会分享时, 我为这一万或一万五千信徒觉得兴奋, 但你知道我另一方面在想什么吗? 我想着在那城的教会外, 那两百万的非信徒, 他们应该被影响的, 为何我们看不见整个城市得救? 我想问一个又一个问题, 我们会像神的选民一样站出来吗? 我真希望我的话可以激励你, 我们活像耶稣吗? 圣经没有建议我们, 却是命令我们, 对吗? 他说, 人如果说自己活在神里面, 就应该在生活中效法耶稣, 明白吗? 神的能力在我们中间明显地彰显吗? 别人会说我们就是那搅乱天下的吗? 我们需要说服别人说, 我们不是神吗? 我们不是超人, 也不是女超人, 你明白吗? 明白我意思吗? 我们是否让整个城市得救? 我们可以坦白吗? 让我们面对现实? 我们有找借口吗? 我们有篡改神学吗? 用以平衡那属灵克时的影响? 我们想一想, 超人有着从第二世界来的能力, 唯一可以抵消这能力, 可以制服他的, 就只有那克时。 当我们篡改我们的神学, 我们就会免不了被属灵克时影响。 我们就会像世人一样, 也就是跟常人, 没区别。 满足地过活, 让我们认真地想一想, 好吗? 所以, 世上有着属灵的克时, 这是整本圣经都有提到的, 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说, 我计划在下一刻才说, 但我想先去吸引你的眼球, 可以吗? 好吗?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节说,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中间许多人软弱, 看看软弱这词, 这词的希腊文, 已经写在书本里, 我不打算读出来, 它意味着失去能力, 无能, 缺乏能力等等。 因此, 这词可以应用在生命的不同范畴, 总体来说, 这是说, 我们失去能力, 就像现在一样。 这词就是这个意思, 当保罗说, 因此你们许多人软弱, 对吗? 就像克时对付超人, 属灵的克时也对付教会, 对付我们每个人。 保罗所谈论的这一点, 正是我想讨论的。 在《消灭克时》这课程里, 我想讲的是, 书本的内容丰富, 我们只有八个视频, 我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 但在视频里, 只能说重点, 不能涵盖整本书。 在屏幕前的你们, 我知道你们可能独个儿在看, 或整个家庭在看, 或整个团企在看, 或整个教会在看。 我想强调的是, 你们要去找《消灭克时》这书来看, 要读里面的内容。 我明白大家的生活是非常繁忙的。 我写这书是向圣灵祷告, 希望大家可以每天抽点时间来读这书, 每天抽12到15分钟来读一张。 读得快的花12分钟, 读得慢的花15分钟, 每天就安静下来, 集中花15分钟看一张, 然后再和别人分享所领受的。 你就会从神的话语里有所得着。 我想鼓励你们每一位都这样做, 我们在第二课见。 します。 我们下期见O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高兴再见到你们 这课程叫消灭课时 现在是第二课 我们在上一课完结前提到的新闻 提出了一个问题 现在继续讲好吗 保罗所提到的软弱就是这课时 他对格林多教会怎么说呢 让我们看看格林多前书十一章 在二十八至三十节 他说 你们吃这饼喝这杯之前 应该先省察自己 如果你们吃这饼喝这杯 却没有尊重基督的身体 其他译本说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你们就是在吃喝神 对你们的审判了 保罗是在对格林多教会说 明白吗 然后他说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中间许多人软弱患病 甚至死亡的原因 我在上一课说 这是个很严厉的课题 有时候我们会避而不谈这个课题 但却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保罗这几句话 记录在圣经是有理由的 记录在新约也是有理由的 首先我认为 它只针对格林多教会的 一些特定行为 有些人认为这话 只是谈到某些特定行为的后果 换句话说 这里说的不只是吃饼 与喝葡萄汁的问题 是有更深层的意义 我们一切行为背后的动机 让我们明辨这属灵课时 我想再提到上一课 所提到的软弱这词 我不读这词 希腊文 因为我不想在那些 说希腊文的人面前献丑 它意味着失去能力 无能 缺乏能力 等等 当你听到这经文时 你会想象自己这样做 就会导致神的审判吗 让我先打个比方 假如你是个医生 你发现病人有个小肿瘤 但你不希望告诉他坏消息 不想破坏他的心情 原本医生应该对病人说 你有个小肿瘤 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把它切除 但医生却说 你很棒 你没什么问题 好好地跟太太孩子生活吧 你要继续健康地生活 这样的 过了两年后会如何 这病人会因这小肿瘤变大 无法做手术而死去 这医生避免告诉病人坏消息 是否就表现出真爱 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的也是一样 他在这里说了 导致软弱的原因 我们要记得课时 可以抵消超人的能力 保罗在这里说明了 什么抵消了整个教会的能力 明白吗 再看看大卫 让我们把我们要讨论的课题 先告诉大家 课题就是 已知的罪 他们只是局限在谈 手煮餐 喝葡萄汁 我们要讨论的是 已知的罪 我们会用这课和下一课去讨论 大卫也试过不为自己的罪悔改 他在诗篇32篇说 我的力量如同剩下的水蒸发 注意他说 我失去力量 信息版一本说 我生命的枝僵干苦 因为我不认清我的罪 关于不顺服 大卫在诗篇31篇10节说 罪恶耗尽了我的力量 可是对超人有什么影响 他耗尽超人的能力 对吗 因此 我想做出一个警告 你们必须听清楚 我下一句话 好吗 保罗没有说 这是导致你们任何软弱患病 或死亡的原因 他为何没这样写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 是会面对攻击 换句话说 人们会生病 也有人会死亡 就算他们有力量 也会经历种种挣扎 却不因为罪 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 并且有攻击的世界 你明白吗 你记得门徒问耶稣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如何回应 他马上 赞钉截铁地 打断了门徒的恐怖思想 他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 显出神的座位来 但是在另一次 记得有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 在壁士大池 被耶稣医治了 耶稣之后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这就是另外一面 是罪带来的后果 你们现在明白吗 我记得当我还是年轻信徒时 是在八十年代初 那时候 有个挺恐怖的教导流行者 说如果有人的生命有问题 健康有问题 就代表他们有罪 是在他们生命里面 有着明显的罪 我告诉你们 这信息真的伤透神的心 神会为此愤怒 虽然这信息出现后 被一些好目者与好信息淘汰 但却还偶尔听到 我要肯定你们明白 保罗没有说 这是软弱患病的原因 但仍然有些情况 耶稣会说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保罗在这教会 正面对相同情况 换句话说 这教会 因他们的行为 承受后果 这也正是我们要面对的 我真的想说 我们缺乏真正的爱心 让我们回到 那个医生的例子 那个医生 真的关心他的病人吗 理解自己不说实话 会夺取他病人的生命吗 他没有 这就是缺乏爱 以保罗为例子 他爱着哥林多教会 他深爱着教会 在哥林多后书 二章四节 保罗说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 多多的流泪 写信给你们 不是叫你们忧愁 乃是叫你们知道 我格外地疼爱你们 他写信给他们说 你们被神审判 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他深爱他们吗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神深爱着他们 当听见审判这词 就会不禁想起地狱 火与硫磺 审判是个决定 神决定要做一些事情 来挽回他们 你们理解吗 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说 我也甘心乐意 为你们的灵魂 废财废力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 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保罗想表达 我这么爱你们 才对你们说实话 你们认为我不爱你们吗 你们不单不爱我 甚至迁怒于我 你们宁愿有人来奉承你们 你们明白吗 我记得有个时候 我是全教会里 最友善 最有爱心的弟兄 那时是八十年代中期 我在一家有八千人的教会服侍 我们的服侍团队有三百人 曾经有个时期 增加到四百五十人 我从小道消息听到 别人称赞 我是教会里最有爱的人 我对这称赞非常向往 有一天 当我在祷告时 圣灵对我说 别人说你是全教会里 最友善 最有爱心的弟兄 对吗 我回答说 是的 他们是这样说 不过当圣灵这样问的时候 其实并非好事 虽然他的目的是好的 但我说 是的 他们是这样说的时候 他说 你其实不爱他们 我说是吗 他说 约翰 你对人们说好听的话 就算那不是真的 对吗 我问 为何我要这么做 他说 因为你怕他们拒绝你 他问 谁是你的爱的焦点 就是你自己 我无言以对 圣灵说 如果你真的爱人 你会告诉他们真相 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 这就是保罗所做的 然后 我又去到另外一个极端 我变得非常严厉 记得在2001年 一个欧洲特会上 我被评为 只懂分享责骂人的信息 但他们并没有说错 我在另外三个大州 都听到这反馈 这负面评价 让我原来有的一些教会邀请 也被取消了 这状况 让我从未如此恳切地祷告过 我求神让他的怜悯充满我 五年后 我回到在2001年出世的那家教会 那里的牧者说 约翰 你的信息 没有改变 只是 我看到你的话 涌流着怜悯 另外 当我想写这本书时 我有六七次想停下来 不写这本书 因为 这信息太严厉了 圣灵却在每次我停下来时 他都说 不 而且 要说的都是我的经历 所以 我对神说 这信息很严厉 但我从中 领略到什么 如果我真的爱人 我就要说实话 这就是保罗 对这教会所做的 让我们回到他的话 你们吃这病 喝这杯之前 应该先醒茶自己 如果你们吃这病 喝这杯 却没有尊重基督的身体 你们就是在吃喝 神对你们的审判了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中间许多人 软弱患病 甚至死亡的原因 如果保罗说 是你们中间有些人 就较容易听进去 但为何保罗说 你们中间许多人 我们得理解 保罗并不是对一些人说 却是对整个基督的身体说的 是对着全哥林多教会说的 要明白他这句话 我们翻到第十章 如果你翻开第十章 就看见保罗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些事情的发生 他在对以色列人说 却是对我们一个见解 这些话是要告诫 身处于末世的我们 因此保罗在第十章所写的 不是要给我们上一课历史课 他是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第十章是写给他们所有人的 所有跟随圣灵的人 他们从象征世界的埃及被拯救出来 他们都受了洗 他们全都吃过一样的灵粮 喝过一样的灵水 这些话都强调着他们全体 换句话说 保罗看他们为一体 你理解吗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 我们虽然人多 但所有人都吃同一个饼 他现在在说守圣餐 对吗 让我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守的圣餐 跟他们那时是有区别的 我们现在的圣餐是个仪式 当时的圣餐是一顿饭 现在我们吃同一个饼 表示我们是一体 实想想 以色列人不都联合在祭坛前 吃祭物吗 因此在第十和十一章强调的是 要成为一体 你明白吗 从宏观来看 当时的教会 没有分别主的身体 我现在读给你们听 因着他们一些人的行为 他们自己承受患病软弱 甚至死亡的后果 还是在哥林多教会 作为基督的一个整体 承受这后果呢 这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希望你们留心听 为了说明这答案 保罗再说摩西 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 我们现在先回顾 约束亚的时代 让我们再翻开 约束亚记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 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当以色列人 过约旦河时 他们第一个攻击的是 伊利哥城 那城是个很大的城市 以色列的探子曾回来说 我们不能攻进去 那里的人像个巨人 我们却像诈猛 这城是个巨大 且高度设防的城市 不过他们最后进攻 并毁灭那城 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他们彻底毁灭那城 对吗 但请注意一点 在他们去伊利哥前 神有命令 有话语给他们 神说 伊利哥城和城里的一切 都必须彻底消灭 献给主为祭 那些分别出来要毁灭的东西 你们不可拿取任何一件 所有的金银铜铁制品 都是献给主的圣物 都要送进他的库房 神下了这命令 伊利哥城是我出俗的果子 所有有价值的 都要送进主的库房 于是 以色列人毁灭了伊利哥 没有人因此而受伤或伤亡 然后 他们去了爱城 对吗 他们去爱城前 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耶稣亚记七章一节说 以色列人违背了 把物品分别出来献给主的指示 一个叫雅干的人 投了一些当献的物品 神就对以色列人 大发雷霆 你是否有注意到 这里没有说雅干 而是说以色列人违背了主的指示 你会看到 神不单向雅干 而是向全以色列发怒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一体 当我一拳打过来 你不会只向我的拳头发怒 而是向我发怒 对吗 你会对我发怒 对吗 对吗 我们是一体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是不同个体 单在主里是一体 就如你请人帮你按摩头部一样 你整个身体都会觉得畅快 觉得很爽 对吗 如果你的手指受伤 你整个人都感到痛楚 你呼吸到受感染 整个人也受影响 对吗 因此 神不是对雅干一人说 而是对以色列人说 现在他们去爱城 他们说 爱城是个小城 让我们派三千名暂时出去 这记载在约书亚记七章三至四节 上去攻打爱城 两三千人就够了 那里的人那么少 然后在约书亚记七章四至五节说 他们被大大的击败 爱城人从城门口追杀以色列人 一直追到采石场 杀死了大约三十六个 从山坡上退下来的人 你认为为何会惨败 以色列被一个小城狠狠地打败 他们派六十万战士攻打耶利哥城 没有人员伤亡 但他们派三千人去攻打一个小城 却被打败 并且死了三十六人 你注意到因这战事有三十六个妻子失去了丈夫吗 你意识到因这战事有三十六对父母失去了儿子对吗 因此要举办三十六场上例 你明白当时的情况吗 因此以色列人开始对约书亚发怒 那些领袖说 神啊 你为何撇弃我们 现在一般人的反应会如何呢 我会向神发怒 你是否见过基督徒向神发怒 注意你不应该 也不要向神发怒 如果有问题发生 那并非出自神 神不是问题所在 但是他们全都很愤怒 认为神撇弃他们 看啊 我们应该待在旷野 现在却吃亏了 神叫约瑟亚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服服在地上呢 以色列人犯了罪 神没有说雅干犯罪 也没说某个以色列人犯罪 却说以色列人犯罪 因为他们是一体的 明白吗 于是 神开始在以色列人中 挑出犯罪的人 当雅干被挑出来时 看他怎么说 没错 是我得罪了主以色列的神 我在战略品当中 看见一件美丽的巴比伦外袍 两百个银币 和一条约中半公斤的金条 很想把它们据为己有 便拿去了 雅干明显违背神 他特意犯罪 以色列人落在客室里 他们曾经在耶利哥城 所向无敌 因着属灵的客室 他们被一个小城 狠狠地打败 让人惊讶的是 是不止雅干一人承受后果 而是整个民族 让我们回去看保罗的话 我们翻开格林多前书十一章 这里说什么 因为你们中间 有些人只顾着自己大吃大喝 却不跟其他人分享 保罗现在谈到主餐 结果有些人鸡肠碌碌 有些人则鸣钉大醉 有试经书说 那些有钱人可以早到一些 结果他们吃了所有食物 剩下一些零碎食物给穷人 请记得当时的主餐 不像我们今天 并不是一个仪式 因他们不听神的吩咐 所以得罪了神 对吗 他们贪婪 且大吃大喝 你明白吗 然后保罗继续说 注意他说 你们中间有些人 我们再往下看 如果你们吃这饼 喝这杯 却没有尊重基督的身体 你理解保罗说 没有分别主的身体的意思吗 他在谈论基督的身体 并非在谈论圣餐的病 他在谈身体 那就是以色列 明白吗 你们就是在吃喝神 对你们的审判了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中间许多人 软弱患病 甚至死亡的原因 让我读出一部权威的诗经书 新约注释的话 我们不应假定患病和死亡 只是因罪带来的 就像大多数从审判来的瘟疫 都会临到整个群体 不论是否所有人都犯罪 你明白吗 因此 你有没有想过 为何在教会里 有那么多单亲妈妈 为何教会里的弟兄姊妹 往往早死 为何他们的疾病 没有得医治 在使徒行传的时代 那些躺在路上的人 可以得医治 来吧 让我们面对现实 你知道吗 我已经差不多六十岁了 对于人们不面对现实 我真的受够了 我很爱别人 喜欢看见他们得自由 我希望看见教会可以影响社会 我问的问题都是我们遇过 但难于其耻的 我不想在这课题上挣扎 我祷告 愿圣灵亲自告诉你我在说什么 愿你明白 我们不是在指责谁 而是尝试找出答案 我们希望找到答案 因为真的不想看到 刻实在教会出现 在今天基督的身体 有没有可能因一些人所犯的罪 让其他人受影响 让我举另一个保罗 谈到的发生在同一个教会的例子 有一个人 他明显犯了罪 他与他的继母睡在一起 他仍然说 我是个基督徒 我属于耶稣 但保罗对这教会是有责任的 在下面的十三节里 我会读出其中四节 在格林多前书五章 保罗说 你们应该把这人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你们必须把那人赶走 你们要除掉旧教 把这个邪恶的人从你们中间赶走 你们必须把你们中间邪恶的人赶出去 保罗在这四节都说要把他赶走 为什么 因为他活在自己的罪中 他知道这是罪 不过他仍然宣称自己是信徒 所以保罗才说 等一下 别跟这些人一起吃饭 他说 把这人赶走 甚至别跟他一起吃饭 但那些时尚的 还在世界里的 该怎么办 保罗说 你们该跟他们吃饭 我们应该去他们的家 与他们一起吃中午饭 与他们一起打球 去接触他们 保罗谈到一个宣称是基督徒的人 但他恣意违背神 保罗如何形容他 他就像教一样 教是什么 把教投进面团里 整团面就会膨胀起来 因此保罗说 如果你们容让这客食 这恣意的罪 明显的罪 他的影响 就会在整个群体中扩散 你们现在应该明白 为何这么多人受影响 就是因为客食影响着整个群体 我更发现 有些人会说 请等一等 你说我的生命 会受别人的行动所影响吗 我不太认同 让我们看看所罗门的时代 圣经说 那时代没有一个穷人 家家户户 都有自己的房屋和院子 没人需要租回来 他们富足 而且健康 对吗 那是所罗门的时代 在以利亚的时代 又如何 以利亚跟所罗门时代的人 一样进钱 但以利亚要吃 从乌鸦带来的食物 要喝洗里的水 为什么 这非因他的罪 却是因为亚哈 因为以色列人 对吗 因为他们拜偶像 这明显的罪 以利亚并不像 所罗门时代的人 过得那么好 过得那么安舒 但让我们 从另一个正面思维去想 让我们带来改变 为何我带出这题目 让我举个例子 让你明白 你曾经认识一个女生 她非常漂亮 是有许多粉丝的那一类 她经常向男生抛媚眼 然后她结了婚 并有了宝宝 那时你发觉 她不再随便向人抛媚眼 为什么 因为她发现 自己要向宝宝负责 她要向她丈夫负责 我不能那么随便 我的行为会影响 我的丈夫和宝宝的 我们在教会里 为什么不能像这女生一样 我们为何不能 扩宽自己的思维 以身为基督的身体来想 我明显的罪 是否会影响别人 我们为何不可先去改变 你们明白吗 你知道吗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不仅在美国海军海豹 突击队服役了20年 他并且是个教官 这突击队的成员都很厉害 他们很团结 有次我问这个朋友 你是如何让一队18个男生 团结的像我们所看到的海豹突击队 你知道他首先对我说什么吗 他说 在队里 自己的重要性是最不重要的 我惊叹后 他再说 我们会先去照顾队里的其他17个队员 约翰 请试想一下 如果你只照顾自己 就是只有一人照顾你 但如果每个人都照顾别人 就同时有17个人在照顾你 他开始说他的心声 如果教会以这模式运作的话 我们会停止 只顾自己的好处 并开始思考 自己的行为 是否会影响社区里的其他人 与教会里的其他肢体 我们要带来改变 对吗 让我们消灭属灵的客室 当然 你不一定被你自己的罪直接影响 但你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 如果我的手犯罪 我整个身体都得承担后果 如果我的手偷了东西 我整个身体都得坐牢 人们不会说 我要把你的手砍下来 把它关起来 因为其他身体不会没犯罪 我们是一个身体 是在基督里的一个身体 耶稣是我们的元首 我们是他的身体 我明白 这课题很严肃 对吗 但要知道 我相信圣灵想我们成长 别像那不负责任的女生 让我们像个妈妈一样 为她自己的家庭和家人 负上责任 好吗 我们在下一课 继续谈这课题 我们下课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到第三课 大家还好吗 你们兴奋吗 现在就像一个 被医生发现肿瘤的人一样 但是这人不处理肿瘤好些 还是寿命可以延长好些 所以我们趁早面对状况是好的 在这一刻开始时 我们先看一条短片 是我们团队精心制作的 让我们看看奥斯丁和安佐纳的故事 他们有教你如何折餐筋吗 不知道你是否相信 我在悉尼哥局也学会了折餐筋 不会吧 是真的 找个周末的晚上我再告诉你 晚上好 你们曾在我们餐厅用餐吗 是的 这里是我们最喜欢的餐厅 欢迎回来 不 亲爱的 我肯定我们从未在这吃过饭 你肯定吗 真的 对 我们没有 我们先不谈这个 抱歉 好的 你们今天晚上想点点 你们的三文鱼看起来很不错 性价比也高 请给我来一份 这也是我喜欢的 于是你呢 我要一份牛肉卷 一份纽约牛排 和一份沙当牛排 全部都要四分熟 这些都很棒 你选得不错 菜很快就到 亲爱的 你点了好多菜 你知道吗 我不是为自己点的 等会儿 你坦白告诉我 是我们都期待的吗 是 他很快就来 他是个男的 是 当然 亲爱的 这真是个好消息 我说的就是他 嗨 你们好 对不起 我知道了 我帮你点了菜 谢谢 对我真好 对不起 你们互相认识吗 是 他是我中学时代的男友 你的男朋友 中学时代的 你的旧男朋友 为什么在这儿 我是否 不应该出现 不 我认为这没问题 加斯汀 对 我也认为这没问题 你又是谁 亲爱的 别让我尴尬 我 我只想跟你在我们喜欢的餐厅 度过一个美好的晚上 首先 我从未来过这餐厅 为什么会这样 亲爱的 对不起 我是否错过了什么 嘿 我认真的 你 你 你 别碰他 你们在搞什么 请坐下吧 冷静点 没事的 Angela 你是否在跟我开玩笑呢 还是你看不见这些男生 Justin 我认识他们的时间 比认识你更长 等等 什么 你现在真的吃醋吗 Angela 我希望你不要忘了 我们已经结婚了 对啊 我花大部分时间跟你一起 我爱你 比我任何一个男朋友更多 所以 你永远是我的最爱 你的最爱 我是否有其他事情需要知道 先生 有什么需要吗 这服务员也是你男朋友 我不管你 我们没事 我认真的 不是吧 好的 菜很快就到 好好 Angela 这些男的必须离开 我们要谈一谈 我们的感情完蛋了 我不能想象 你真的很自私 你为什么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你破坏了我们喜欢的氛围 抱歉 请让一让 我还是从未来过这餐厅 这里三文鱼真的好吃 你是否也想在求婚 请慢用 这短片真的很搞笑 对吗 不过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这短片的含义 虽然这情境 看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让我首先为女主角 安卓纳辩护一下 好吗 她的最爱是奥斯丁 比起其他到来的男生 她是否更爱奥斯丁 其他到来的男生 是否没想到为她庆祝她的生日 她是否因奥斯丁而兴奋 对吗 她是否花大部分时间 在奥斯丁身上 她可能只花5%到10% 在别的男生身上 对吗 她是否是一个好妻子 不是吗 假设另一个情况 奥斯丁如果娶了个差劲的妻子 要记得安卓纳是很聪明的 她总是快奥斯丁一步 奥斯丁假如娶了一个不懂做家务 不懂做饭 也不是很聪明的女生 但奥斯丁现在只要牺牲5%的时间 让她聪明的太太跟别的男生在一起 让我们面对现实 想想这处境 我们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吗 我这样说看似很荒唐 对吗 无论是否有人告诉这女生 当她跟一个男生进入婚姻的盟约 要与她结婚时 就是代表了要终止与她的旧男朋友的关系 当一个女生穿上婚纱 一步一步走去进行结婚仪式时 你知道其实她在想表达什么吗 她就是想要离开地球上的所有男生 只要跟行李的男生一起生活 她像在说 我不再跟别的男生 有着一起浪漫的时刻 我要除掉一切旧有的浪漫关系 对吗 让我们对自己坦白 我们不会娶像安卓纳一样的女生 对吗 这让我们想起耶稣为她的心腹 再临到地上 像安卓纳一样吗 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对吗 以佛所书五章说 正如圣经所说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个极大的奥秘 请听清楚 这是个关于基督与教会合一的例证 所以从开始的时候 神就以婚约来说明我们与新郎耶稣基督的关系 明白吗 也因这原因 雅各写信给基督徒 他在书信中写了十五次亲爱的弟兄姊妹 因此他的书信不是给一般人看的 他在雅各书四章三至五节和八至九节 对基督徒说 你们的动机不良 只为满足自己要享乐的欲望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难道你们不知道 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我再说一遍 如果你们想跟世界做朋友 那你们就成了神的敌人 要洗尽你们的手 要清洁你们的心 因为你们既想忠于神 又想忠于世界 雅各正清楚说出我们在这婚约的情况 新郎就代表耶稣 我们就代表新父 对吗 他现在只对信徒说 雅各是否太严厉 还是夸大了 他把那些既忠于神 又忠于世界的人 成为淫乱的人 雅各没有夸大 因为他不会 你们知道什么叫夸大吗 你们有没有见过父母对孩子说 如果你再这样做 就会惹上麻烦 对吗 头几次 孩子都做对的事 然后他尝试不按父母的话去做 却没有问题发生 孩子会怎么说 我的父母口不对心 对吗 神把要表达的说出来 他说的也是要表达的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好吗 注意雅各说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这话很难听进去啊 他说 你跟世界为友 就像安索娜与他的重男友 一起约会一样 那你们就成了神的敌人 不过神不想与任何人为敌 特别是他的儿女 让我举个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 美国并不想与日本为敌 但当日本军队 掏袭珍珠港时 就成了美国的敌人 这就是雅各想说的 注意 他说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这里以淫乱的人 这话来形容他们 希腊文原来是个阴性词 更好的翻译会是 淫乱的女人 英王清定本译为 淫乱的男人和女人 我认为翻译的人 不想读者觉得 雅各单是指责女生 所以才翻译为淫乱的人 其实原意是淫乱的女人 我喜欢这样的翻译 才可以保持内容的连贯性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在旧约圣经里 神把自己和以色列人 描述为夫妻 以赛亚书说 因为你的创造主 要做你的丈夫 天君的主是他的名 以西结书说 我要因你的淫乱惩罚你 耶利米书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一直对我不忠 你们就像不真的妻子 离开自己的丈夫 这是我主说的 当你看见 和西亚的整个生命 他就是一篇活的道 娶了不真的戈灭为妻 翻开新约圣经 施许耶翰说 娶新娘的是新郎 伴郎只是欢喜地 站在他旁边 听他启示 耶稣在马太福音说 邪恶淫乱的世代 才要求看神迹 这句所用的 也是因性词 保罗也把耶稣和我们 比喻为新郎与新妇 这在许多经文都看得到 耶稣和天父都是新郎 以色列人就是新妇 这含义很重要 你明白吗 我得强调这话 让你明白 我想表达的意思 在旧约圣经里 指控以色列人 背着神淫乱 往往与拜偶像 有关联 你再去研究的话 会看见神说 你们行淫 因为你们在拜偶像 现在却出现一个落差 当我们想到拜偶像 就是在庙里 跪在雕像前 烧烧香 拜一拜 我们在美国 可以忽略这个部分 因为根本没有偶像 可以膜拜 我们可能比有庙语 和有偶像的国家 有更多人 在教会里 有拜偶像的行径 因此 我们要界定 拜偶像这词 为此 在我们翻开 罗马书一章前 让我先说一句话 属灵的淫乱 就是拜偶像 拜偶像 就是那课诗 当你待会儿 看完了经文 你就明白 为何两者有关联 我会花三课的时间 来让你知道 拜偶像 是真正的课诗 好吗 我们需要记得 课诗的优势 就是不容易被超人发现 现在让我们思想 什么是拜偶像 首先 让我们翻开 罗马书一二章 罗马书二章 十四节说 尽管外族人 没有神的律法条文 甚至也没有 听过他 但如果他们 本能地遵守了律法 这就说明 他们认识神的律法 他们所做的 表明神的律法 写在他们心里 因为他们自己的 良知和思想 或会谴责他们 做错了 或会告诉他们 做对了 以我们的孩子 在宝宝时候的行为 举个例子 在没有告诉他 别打他兄弟前 他却打了他兄弟 然后 我们会看见宝宝 显出一副 犯错的表情 像 哦 我犯错了 我们还没告诉他 打人是错的 但他内心却知道 因为神的律法 写在我们心里 我们有这个理解后 让我们再看 罗马书一章 保罗在这里 对全人类说 他们都认识 有关神的真理 因为他已经 向他们显明了 这话是对 非信徒说的 神已将真理 向他们显明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 丽莎·比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 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 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 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借着神所造的万物 人可以清楚地 看见神那 看不见的特性 也就是他 永恒的大能和神性 因此 他们根本没有 借口说不认识神 在这两节经文里 请注意这几个词 显明 清楚地 没有借口 当你向某人 传福音 然后他就相信了 那当然是好的 但那在非洲 从未听过 福音的人 这经文就给你答案 那些像创造主呼求的 神会向他们 显明他的真理 显明他的福音 非信徒 尝试找借口 他们虽然心里知道 但他们却拒绝相信 你们明白吗 于是保罗继续说 他们的确认识神 但他们没有 把他当作神来敬拜 甚至一点也不感谢他 他们开始编造 愚蠢的说法 去形容神 结果使自己的心思 变得昏暗 混乱 他们自以为聪明 其实 鱼不可及 他们不去敬拜 那荣耀的 永活的神 反倒去拜那些 偶像 保罗说这话的焦点 不在造那些偶像上 他的焦点是什么 他们的确认识神 但他们没有把他 当作神来敬拜 为何我们在这一点纠缠 因为在于我们如何界定敬拜 今天我们想起敬拜 会想起什么 我们会想起像耶稣唱首爱歌 悠扬的歌 我们把灯光调暗 享受着对耶稣唱首美妙的歌 这歌虽然是首敬拜歌 但不是敬拜 我们对敬拜的观念 要完全改变 要有圣经根据 我写过二十本书 我知道当我重点 要谈一个词组时 大部分读者都不熟悉 因此 当我引用一个词组时 我需要写下定义 会以例证说明 神也以类似的办法 来告诉我们一些 我们不熟悉的词组 他会先下定义 对吗 第一词在圣经出现 敬拜 这词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 亚伯拉罕对仆人说 我跟孩子走远一点 到那边去敬拜 那时 亚伯拉罕并非到那里 唱首爱歌 他后来做什么 神在三天前吩咐他 他现在要以行动 来完全顺服神 神说 我要你把你的儿子 陷在祭坛上 于是他顺服神 因此 神对以色列人说 我厌烦你们 厌烦你们唱的歌 厌烦你们的生活方式 你们不顺服我 真正的敬拜 是对神的顺服 因此 有着这理解后 让我们读下去 他们的确认识神 但他们没有把他当作神来敬拜 甚至一点也不感谢他 我们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阳光和雨水是理所当然的 地上出产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直到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全能的主所赐的 对吗 人们的不顺服与不感恩 背后是什么 拜偶像 我们继续读下去 这里说 神任凭他们 随从心中的欲望 做尽可耻的事 他们也就将卑劣堕落的事 做在彼此的身体上 他们用谎言取代神的真理 敬拜服侍神所造之物 却不敬拜创造主自己 他是永远配受颂赞的 阿们 保罗在说 你们现在去顺服那受诅咒的 而且用谎言取代神的真理 你简直是在抵挡真理 你以谎言当作真理来拥抱 这合理吗 因此 现在就变得 我们以为聪明却于不可及 我们以为是正常的 其实没正常可言 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真正好的就看是坏的 坏的就看是好的 你们明白吗 因此 下一句说 所以神任凭他们 神没有驱使他们这样做 神任凭他们 请记住 我们过去都活在诅咒之下 当神在创造伊甸园之初 一切事物都漂亮 一切事物都很和谐 对吗 但是在亚当叛逆神后 这世界的王撒旦就领导 对吗 因此 现在看似好的 实际上是受诅咒和愚蠢的 所以神任凭他们 放纵可耻的情欲 因为他们现在在道德上 已经妥协了 对吗 注意 神任凭他们 我在这里省略了一些字 我之后会再说这些内容 他们明明知道 神判定做这些事的人该死 却还要去做 更可恶的是 他们还教唆别人去做 省略了的是什么 中间其实省略了 两百八十九个中文字 在下一个屏幕 我会列出来 好吗 概括这内容来说 现在我把这些 得罪神的事情都列出来 你可以看见 仇恨 凶杀 争吵 顽固 不守信用 这些都是不顺服神 与拜偶像引致的行为 要记得拜偶像的根源 就是我们不顺服神 想我们做的 明白吗 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欲望 凌驾在神 认为对我们好的事情上 因此 我们认定了 什么是对自己好的 明白吗 神说 我现在任凭你 我要诅咒你的道德指南真 让你把自己弄垮 你会认为好的是坏的 认为坏的是好的 假如你去数一数这些事情 你会发现总共有二十二个 因为我的本科是工程 我可以发现 神提到的其中一项 比别的事情更多 让我把这两百多字量化出来 请留心看 关于同性恋的 在这两百多字里 有超过四成的内容 凶杀只占一点 背后中伤人只占一点 憎恨神只占一点 冷酷无情只占一点 为何这样分布 难道神针对同性恋吗 不 神想表达的是 这象征着时间的来临 当同性恋在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或在文化中执掌时 就代表那社会 落在败偶像的征兆里 也代表对神说 我比你更清楚 什么对自己是好的 我会顺从自己的本能 但我的本能已经妥协了 他们在诅咒之下 因为没有谁比神更知道 什么是对我们好的 于是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所做的 就是承认它和它的进程 我们承认同性恋 和扭曲的性取向 然后我们认同 继而赞成和鼓吹 看看美国现在的情况 我们正朝着这方向走 而且在鼓吹着 如果你翻开国家地理杂志 2017年1月号 这杂志 以相当大的篇幅 并封面故事 来报道这关于性的革命 他们把人可以选择的性取向 分为15类 神创造我们 以男女来区分 人们却把这课题 与人权相提并论 这是不对的 我们谈的不是人的肤色 或其他方面 但现在正发生的是 我们的社会 不单是承认 我们不单是认同 我们是在鼓吹别人这样做 现在提出的 不是在针对同性恋者 在性方面不道德的 反奸淫的 我只想提出 现在象征着 我们这世代 有更多拜偶像的事情 也代表人们不需要神 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不想敬拜神 我不想顺服神 你会看见 顺服神就等同敬拜神 我只会做相信 是对自己好的 于是神说 我认凭你 当我认凭你的时候 这就是你会走的方向 因此 你现在可以看见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乎时间的指标 现在的问题在于 拜偶像 对基督徒 有什么影响 我在下一课会告诉你 拜偶像 甚至在基督徒身上 也普遍存在的 这就是保罗希望 哥林多教会要面对的课时 这并非关于圣残 这是关于拜偶像 我会在下几课告诉你 让你从中有所得着 好吗 我们下一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们来到第四课 我们在上一课谈到较严肃的课题 我们谈到拜偶像与人们对这课题的反应 就好像人们对神说 神啊,我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但我不需要你 然后结果是人们在祭坛上 拜那些造得像普通人 像鸟兽等模样的偶像 这源自人们对神形象的愚蠢构思 现在,这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这一课要讨论的 我会在下两课给你们说明 保罗要去哥林多教会处理的是 拜偶像的问题 这是导致他们患病软弱 甚至死亡的原因 也是属灵的课实 世人去拜偶像是惨不忍睹的 但这状况也发生在 与神立了约的信徒身上 这是可怕的,对吗? 对信徒来说 拜偶像就是背着神犯奸淫 明白吗? 因此拜偶像是课实 我想你再深入思考一下 记得雅各说过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这话嘛 你如果没有婚约在身 就不是犯奸淫 因此这话是雅各对信徒说的 因为他说 那你们就成了神的敌人 他说过与神为敌 又说过成了神的敌人 就表示他想强调这意思 希伯来人要强调一个意思是 他会一再重复同一句话 我们却用其他字体去表达,对吗? 他们只能把同一个意思 再写一次 去让读者明白 我和丽莎结了婚,对吗? 因此我只能背着一个人犯奸淫 那就是丽莎 我不能背着阿妹犯奸淫 因为我跟阿妹没有婚约 我只能跟阿妹一起犯奸淫 但不能背着阿妹去犯奸淫 雅各说你背着神犯奸淫 这话是对基督徒说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 让我们看看扫罗的生命 看看拜偶像如何在一个信徒身上出现 当扫罗做王后 神通过先知 给了他一个非常清晰的命令 那命令是什么? 就是要他彻底消灭亚马利全族 包括他们的男人、女人、小孩、婴儿、牛、羊、骆驼和驴 统统杀掉 于是扫罗带领军队 把所有人都杀掉 只留下亚马利王的性命 也杀了所有生序 却留下最好的给人们做寄生献给神 那是摩西所定下的规律 因此扫罗回来把这些生序献给神 然后先知 撒摩尔来到 他对扫罗说 你违背神的命令 其实你是叛逆神 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 假设有十万个亚马利人 扫罗杀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对吗 他只杀剩一个 等于他达成了神的命令超过百分之九十九 对吗 我记得有次有个爸爸对着我说 我跟儿子有问题发生 我问为什么 他说我的儿子对我很不高兴 因为我看见他没有做的 我儿子对我说 爸爸 我完成了你叫我做的百分之九十九 为何因为我跟朋友去打球就不高兴 你什么时候才看我好的一面 我对那爸爸说 那真的令人沮丧啊 神看见扫罗没有完成的部分 因为神说 他判了你我 虽然他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九 但是撒末尔把他逼近墙角 他首先以人民为他的挡箭牌 以他们为借口 但最后 撒末尔再把他逼近墙角 然后撒末尔说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宴系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宴系你做王 因此 扫罗王背叛神 没有完全听从神的命令 这话是撒末尔说的 扫罗是个悖逆者 我想你看看这句 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我们先看看这句话 顽梗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是否发觉为何这字用邪体 你要知道这原因 因为这英文翻译并非原文的意思 英文翻译写成就像 我们的中文翻译叫贴切原文意思 因此翻译为 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顽梗的意思是推淌 明白吗 当知道真相后 我们推淌 并且不顺服神 这就是拜偶像 我们自己的心思 意念与动机 都凌驾在神之上 为何扫罗这样做 你有想过吗 当你抓到敌国的统治者 把他掳到你的宫里 他就是你活生生的战利品 每次当你看着这统治者 你就想起自己如何打败他的国家 为何扫罗把最好的牛羊赐给百姓 因为他想受人拥胆 他的支持度也会增加 因此 扫罗把这一切都凌驾在神的命令上 在上一刻所谈到的 在这个例子也适用 一切在于人们想着什么就做什么 以自己的好处优先 扫罗也是一样 这行为让我们以真相换取谎言 明白吗 扫罗于是被蒙蔽了 记得扫罗说 我已遵守了 我已遵守了 但最后 萨摩尔把扫罗逼近墙角 对吗 扫罗的思想开始混乱 他做了些不该做的事 他变得极度愤怒 妒忌心重 他尝试杀害他其中一个叫大卫的仆人 对吗 把毛指向他 扫罗像疯了一样 并找灵媒问补 他动用整支军队去寻锁一个年轻人 并认为自己做对了 你明白我的话吗 当我们与神有关系 但却选择以自己的欲望 凌驾于神话语的圣经的时候 就会产生蒙蔽 他们也看不见自己的不顺服 这就是为何顽梗 使我们不顺服神 拜偶像就是把自己的欲望 凌驾于神的话语上 用于说明拜偶像的另一层面 我想举出两个词语 第一个 我想提到的词语是知足 知足在字典里的解释为 在外在表现或在思想上 满足于已经得到的地位或情况 这是字典里的定义 明白吗 如果我们翻开希腊文的字典 知足的解释是 满足且可以变得刚强 并帮助别人 现在我们集中看后面的解释 可以变得刚强并帮助别人 身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假如不满足 就不能正当地服侍 为什么 如果我们不知足 我们就会问 我为何要这样服侍 我从这服侍里获得什么好处 对吗 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说 我并不应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的 保罗是个仆人 他为何是个完美的仆人 他没拥有下一个我要谈的词语 说这词语先 我先读提摩泰前书六章 敬前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了 我们要心存知足 因为你知道神是供应你一切的那位 那些供应不一定按着你的时间表来到 但从来没有迟到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保罗在鸡中谈知足 有天我在祷告中问神 请告诉我你所定义的知足 神说知足就是完全在我旨意里得满足 耶稣的生命就是知足的例子 明白吗 当你看见以下事情 你就会明白 就好像在旷野的第一个试探 耶稣表明了他满足于神的供应 他忍受试探后 神差派天使来伺候他 对吗 不过圣经没有清楚说明 天使如何伺候耶稣 但是请不要把知足与自满混为一谈 耶稣肯定不是自我满足 他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他怀着极大的期盼对门徒说 我不再吃这宴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你会看见耶稣不喜欢看见人们被病患 或身体的缺憾困扰 对吗 所以知足不等于自满 知足就是满足于神的旨意 但这词的反义词是贪婪 这是我想提及的第二个词语 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贪婪 这词并非我们现在常用的 因此我要特地介绍这词 你不会听见人说 你贪婪 没有 我不贪婪 因此我们今天不会这样说的 对吗 让我们为这词下个定义 英语字典的解释是 强烈渴求去拥有一些 看来好的东西 让我们翻开哥罗西书 我们看三章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你要这样做 不要那样做 这就是我所指的贪婪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因此当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就是保持知足 对吗 保罗就正正在五和六节 这样说 我们一起说贪婪 注意贪婪就是败偶像 保罗在下一句话就说 贪婪就与败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 避临到那悖逆之子 当我们从知足里 过渡到贪婪的状态时 我们就是从与神亲密的关系里 过渡到偶像的祭谈前 或者说败偶像 如果你翻开希腊文字典 看哥罗西书贪婪这字的解释 就是不恰当地渴求更多 在英文诗经书CCE 这诗经书的英文全名太长了 当我爱这话 这次暗示自我偶像化 贪心的灵 对吗 因此知足让我们远离拜偶像 让我们贴近神的心 贪婪使我们远离神的心 驱使我们到偶像的祭谈前 因此 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了这话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 因为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当基督徒漠视神 清晰地启示 这人就是在败偶像的状态下 为着自我更强的欲望 你明白吗 所以败偶像是明明地 不顺服神的旨意 这并不是当信徒 不慎掉进罪里 却是当信徒 把自己交在罪里 我再说一次 这并不是当信徒 不慎掉进罪里 却是当信徒 把自己交在罪里 请你们仔细思考贪婪这词 你们会明白 这词包含了一切我要说的 以雅干为例子 记得雅干这人吗 我在所夺的财物中 我就贪爱这些物件 便拿去了 除了和和本外 新普及一本说 我在战利品当中 很想把他们据为己有 便拿去了 让我们回去看 哥林多教会 保罗对他们说 你们人被罪的私欲所支配 他们嫉妒 纷争 结党 并且犯奸瘾 他们相互毁谤 他们制造分裂 他们互相争吵 看看雅干 他形容的事情 同样发生在 保罗谈到的 哥林多教会身上 他说 你们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 是从你们白体中 战斗之私欲来的 这些都是败偶像的后果 请看看屏幕 听听雅干书四章二集 怎么说 你们贪恋 还是得不着 所以雅干说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当我们想起败偶像 就会与雕像关联起来 对吗 每当你在旧约圣经里 读到败偶像时 你知道什么在这雕像背后吗 明明的不顺服神的旨意 这才是真正的败偶像 明白吗 因此 败偶像不单单是罪 而且是故意或明明知道的 是我们的课时 当回顾亚当和夏娃所发生的 就知道这是如何开始 夏娃看见那树上的东西 是可喜爱的 但神却吩咐他们别吃 他从神的吩咐 转到他自己知道 什么是好的位置上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蒙蔽就进来了 罗马书一章说 那些人压制真理 被蒙蔽取代 对吗 结果我们开始编造愚蠢的说法 去形容神 我们以谎言取代真理 在信徒身上也一样 因此雅各说 只要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更差劲的是 当门徒问耶稣 在他降临和世界的末了的事情时 为什么他第一句就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他说要谨慎 为什么 因为在末后 人们会想着 在服侍神的同时 如何可以仍然满足贪婪的私欲 你明白吗 我们现在仍然是这样做 是这样的被牵引 你们明白吗 我们谈谈迷惑这词 这意思是 引致我们以错为对 以假为真 便不清是非 记得我们以谎话压制真理 我们拥抱以为是好的谎言 以真正好的为邪恶 我们不能只挑自己喜欢的经文 然后忽略其他不喜欢的 我们要拥抱新约圣经里 神所有的劝告 对吗 雅各对我们说 你们如果只是听道而不行道 就好像对着镜子 看了一眼自己的脸 看完就走开 随即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 为何我们可以看见 人们去主日崇拜 去特会 唱赞美诗 爱听圣经分享 但当他不出教会 行进就如世人一样 他们制造分裂 相互争吵 犯奸淫 他们做了那些 在新约圣经教导 我们别做的事 他们忘了应有的态度 他们忘了 耶稣基督的性情 在自己里面 我过去是个罪人 我当时没有神的性情 因着我原来的性情 我得罪神 但当我成为基督徒后 我整个性情改变了 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假如我现在对抗这新造的人的性情 你们听清楚 就等于拥抱了属灵克什 就等于放弃了我们的力量 我们放弃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放弃了属天的能力 我们放弃了改变世界的力量 保罗最后对哥林多教会说 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要犯罪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你明白保罗对他们说什么吗 保罗说 在这城市里有许多人不认识神 也不认识耶稣 他们只能从你身上 看见耶稣的反应 不过当你们拥抱克什 你们就没有属天的能力 人们也看不见耶稣的反应 你们明白吗 然后会如何呢 我想回顾我们在第一课读过的经文 在《使徒行传》十章 彼得拉他说 你起来 我也是人 彼得要告诉那罗马军官 不要拜我 我不是神 保罗也要向所有在路斯德的人说 卓军为什么做这事呢 我们也是人 如果你看见马尔他的人 他们就认为保罗是神 在帖萨诺里加 保罗和希拉被称为 那搞乱天下的 请留心听 这些记载并没有包括格林多教会 当你回去再仔细看 我所列出来的例子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耶稣复活以后 好吗 保罗在大概三十年后来到格林多教会 当你看初代教会时 你不会看见格林多被影响 在那个时候 整个旅大 整个约帕得救 整个撒玛利亚城得救 在亚西亚地区 格林多却没有受影响 为什么 因为格林多教会拥抱着属灵的课时 他们失去了属天的能力 你们看见吗 他们没什么特别 就像常人一样 这一小撮人并没有影响其他人 因此格林多的信徒 在影响他们的城市里 没有果效 有次 我到一个有一万人的教会去分享 我为他们有这么多人感恩 但在城市里的另外三百万人 去哪儿了 他们在哪儿 他们没有像初代教会时期那样 看见神迹吗 要记得 神说在主再来之前 万物要恢复 我们的荣耀会比先前的更大 我相信 只要我们正视这情况 而非视若无睹的话 我们仍然可以再次转化这世界 我衷心相信这一点 不然我就不会写这本书 我已经告诉你 拜偶像 顽梗与贪婪 如何出现 但关于他最蒙蔽人的形态 我会在下一刻揭晓 相信你不会错过的 下一刻见 学籍 至于 学籍 他前提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来到第五课 我们也欢迎亚顿 他是来代替亚历山大的位置 因为亚历山大不同意我的教导 这话只是开玩笑 并非真实情况 亚历山大现在忙着团队里的其他事情 所以亚顿来到我们中间 虽然亚顿在过去极客没有跟我们在一起 但我仍然高兴他现在来到 我们在上一课谈到拜偶像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 当我们听到拜偶像 我们不应只联想到庙宇里拜雕像 并且是对我们创造主故意的不顺服 就像当你听到敬拜这词 你会想起用诗歌去敬拜 这是其中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敬拜的方式 就是顺服神的旨意 现在我们要去看拜偶像 如何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隐藏 换句话说 你为何可以玩梗 在明知的情况下 不顺服神的旨意 如何贪恋一些事物 把自己的私欲 凌驾在神之上 却声称自己是个火热的基督徒 我们在这刻将会谈这些内容 也是整个课程的焦点 当你明白后 你就意识到 属灵的课时 不单伺机溜进我们的教会 却是已经在教会里存在 你明白吗 我想以一个就算出信 三个星期的新信徒都知道 而我们都熟悉的故事 来打开这一刻的序幕 就是出埃及记 我们知道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的是摩西 对吗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其实摩西先带领他们去西乃山 而非去英许之地 因为在没有让他们认识 这次英许的神前 是没理由直接领他们 到英许之地的 试想想摩西的背景 他住在当时最华丽的房子里 他的养父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 他为什么想离开埃及 因为他亲身体验过神 从荆棘里火焰中向他显现 摩西也希望所有以色列人 都有着他这奇妙的个人经历 于是他带领以色列人到西乃山 出埃及记十九章说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小裕以色列人说 我想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留意带来归我这几个字 这是把你从世界里拯救出来的原因 神把你从世界里拯救出来 就是要带来归他 他可想你 他想与你建立关系 世人都在看着 他渴望更亲密地认识你 然后神又对摩西说 叫他们今天明天自节 又叫他们洗衣服 当读到这经文时 我有时候会不禁想到 我们的神是有洁癖吗 他不想闻我们的体味吗 不是的 神只想以色列人 洗掉从埃及来的污秽 因为他想与人建立真正的关系 这里的埃及就等于世界 世界的焦点是什么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让我们把这话简单说明 属世的喜欢物质 属世的喜欢权位 属世的喜欢色情 世界所追随的就是这些 明白吗 因此神说 如果你追逐这些 你就不能跟我有真正亲密的关系 建立亲密的关系 是需要对方付出的 对吗 因此神希望我们 除掉埃及的污秽 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 对吗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去做 到第三天 神临到山上 那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 他们尖叫并逃跑 他们惧怕神 他们在二十章十九节 这样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哇 你可以想象神有多失望吗 他足足等待了四百三十年 只是想与以色列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然后神临到 在他们面前显现 他们却逃跑掉 我曾经有九个月等待着亚顿出生 我跟其他三个儿子 对着丽莎的肚子说话 当时丽莎大着肚子 我已经非常期待见到亚顿 我急不可待的可以抱着你 跟你说话 听见你声音 我记得到了第九个月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亚顿要出来了 但神却等待了他们四百三十年 然后你可以想象 假如亚顿出来后 对他妈妈说 哦 不 妈妈 带我去跟爸爸说 告诉我他说什么 然后我就照着做 假如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伤透心 你可以想象神有多伤心吗 然后神说 好吧 我会设立祭司的职分 什么是祭司 祭司就是代替人们与神交通的人 情况就像亚顿 从丽莎肚子出来后说 我不想见到你 我会让埃德森帮我传话给爸爸 他再把爸爸说的告诉我 然后我就没机会直接跟亚顿说话了 听起来很惨 神也经过这伤心的阶段 明白吗 然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下去吧 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 神为何这样说 因为神要设立祭司的职分 并拣选亚伦做祭司 所以就要他一同上来 对吗 不过这安排不是神原来的计划 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听听神如何对这民族说 你们要成为我祭司的国度 我圣洁的国民 这就是你必须要向以色列民传达的信息 神原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他交通 但是神说 因为他们都逃跑掉 我才要设立祭司的职分 亚伦 你就是祭司 更有趣的是 亚伦没有到山上去 他最终仍然留在营中 因为待在教会 比起有神的同在更自在 你知道吗 有些人宁愿过得更写意 也不愿意进到神的同在里 我认为我应该两者也喜欢 却尤其喜欢神的同在 对吗 所以亚伦待在山下 摩西却在山上待了四十昼夜 请留心有什么发生 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节说 百姓见摩西 十言不下山 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 为何他们到亚伦那里去 因为他有领导的恩赐 神赐这领导的恩赐 让人们被这人吸引去跟随 无论这人是否有神的同在 虽然亚伦应该到山上去 但他没有去 不过人们仍然被他的领导恩赐所吸引 对吗 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 为我们做神像 在英文圣经里 神像 这词是指多于一个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他们只说那个摩西 而没有说那全能的神 你看见神像这词对吗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词 希伯来语是以罗新 这希伯来词大概在旧约圣经 出现了两千六百词 当中的两千两百五十次 代表着 我们所侍奉的全能的神 以罗新 好像在创世纪一章 以罗新这词出现了三十二词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话可以写成起初 以罗新创造天地 其他在旧约圣经的大概两百五十次 以罗新就代表假神 就像撒摩尔纪上五章七节的大滚 与猎王纪上十八章二十一节的八例 因此要明白经文就要读上下文 我们也知道这词在大多数情况下 是指全能的神 也明白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对吗 他们说为我们做神像引路 因为我们不知道摩西遭了什么事 所以亚伦说 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 然后亚伦用雕刻的器具 注了一只牛犊 当人们看见这牛犊时 他们在第四节说 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这句就用了以罗新这词 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以罗新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意思 他们说的以罗新是指假神 还是全能的神 当我们在下一节经文 亚伦看见 然后他说什么呢 亚伦宣告说 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你知道耶和华这词有什么意思吗 就是雅威 雅威 这词在旧约圣经 是最神圣的 是真神的正式名字 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比维尔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挑选你需要的电子书 讲到视频信息与书本录音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英文圣经字典 简称CWSBD 指这词是以色列的神的正式名字 是他在出埃及记六章二节 向摩西所启示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 这词在旧约圣经 会经常被省略母婴 以四个英文字母 YHWH出现 因这词的神圣 所以不会用来形容假神的 不过 这里是整部旧约圣经的唯一例外 你明白以色列人做什么吗 他们看着牛犊 认为他就是亚违 他们说 以色列啊 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亚违 因此 他们仍然认为 亚违领他们出埃及 仍然认为 亚违是医治和供应的神 但他们却改变了亚违的形象 成为一个有求必应的冒牌亚违 你们明白吗 这样吧 让我举个例子 在我们的服饰团队里面 我们有两个职位 一个是首席运营长 另一个是首席财务长 近来我们定了一些 共同遵守的守则 我们希望这里有 大家庭的氛围 同时也要表现的专业 我们强调 要是加班 每天不能超过一小时 我们强调来访我们的人 要感觉到温暖 有爱和受欢迎 我们强调 我们需要一个 轻松的工作环境 所以我们有个 齐备食物的茶水间 也有打篮球的地方等等 我们把我们的办公室 营造成一个 让人喜欢待着的地方 假如有天 我和丽莎都到国外去 然后 我们的首席运营长 暂时叫他阿强 然后阿强这首席运营长 也出差去了 于是阿明这首席财务长 就暂时负责管理整个团队 然后 他对其他同工说 约翰和丽莎 希望我们享受我们的服饰 让我们找个人来放音乐 弄一些灯光效果 弄一些啤酒来 于是 同工们跳着舞 享受着 约翰会为我们弄得 整个氛围轻松而高兴 对吗 你们明白我想表达什么吗 他们只做了我强调的其中一面 我强调什么 一个轻松的氛围 但他们却忘了其他要求 如对公食的要求等等 这正是在那些以色列人中发生的 他们说 这是离你出埃及地的神 但这牛犊不是亚维 你知道他们后来做什么吗 在出埃及记 三十二章六节说 次日清早 百姓起来 献番祭和平安祭 这相当于他们现在上教会 他们参加特会 你们明白吗 他们守宗教礼仪 他们把祭物带来 他们就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开始庆祝 并在性方面开始放任 他们为何这样 因为他们的行为 为周围的国家带来娱乐 换句话说 他们的行为 很盈当 才吸引周围列国的注意 但他们仍然宣称雅威 领他们出埃及 他们制造了一个冒牌的雅威 你看见吗 让我们回去刚讲过的例子 我们的首席运营长阿强回来后 看见首席财务长阿明所做的 阿强会如何反应 哎呀 你在做什么 开除那放音乐的 把啤酒倒掉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忘了要干活 却整夜在跳舞 这就是摩西要做的 因为神对摩西说 他们已经不再是我的百姓 已经败坏了 对吗 下去吧 于是摩西下山 他首先去找谁 他先找亚伦说 你们在干什么 对吗 然后 他们改正过来 当你继续看出埃及记事 你就会知道这故事的结局 但却是个悲剧 我想问 我们是否创造出一个冒牌的耶稣 我们会说 耶稣拯救了我们 耶和华领我们出埃及 对吗 耶稣医治了我 耶和华常常医治我们 耶稣供应了我们 耶和华供应他们 如果我们将神改变成冒牌耶稣 我们就会做那些在新约圣经说不能做的事情 也认为神会容忍隐形 认为神会容忍这些那些 你们明白吗 为了让你们更理解 我们团队 我们团队拍了一个叫冒牌耶稣的视频 请大家细心欣赏 马上去片 开机 开机 我觉得自己很像耶稣 可能有一点点不同吧 我肯定不是那个2000年前的耶稣 因为那会变得很乖 但是我肯定做对了一些事情 因为许多人开始加我的微信 是的 许多人加了这人的微信 所以我在想 他应该可以改善我的人生吧 没理由不加他吧 阿达像其他人一样 他过来问我问题 我给他意见 你想灌篮 就去灌吧 反规 给他机会 阿达 先看看你的朋友圈 他是谁 不是这样的 我可以解释 是他主动加我的 我当然想影响这个时代 通过验证请求 希望有人加入标签圣经分享 你为何要这样做 他问了许多问题 但我认为之后他会少问一些 阿达 要漂亮人生 先要漂亮老婆 你想要有影响力 人们不会听长相不好的人的 我不会定规则的 如果我有个漂亮的老婆 人们真的会听我说吗 这建议很奇怪 我的折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声的 这话看来在鼠林上有点愚蠢 他说更重要是在健身房锻炼身体 就可以认识更多朋友 有更多点赞 我觉得自己过得很苦 所以如果我想读圣经 我应该读哪个版本啊 好的 你应该读标准古文版的圣经 他拿掉一切神的警告 与所有劝解 只留下正面积极的信息 大部分是微博与微信的信息 我认为阿达已经改变了 因为他开始懂得放松 我认为我应该去找他 他真的需要有人去劝导 他现在需要有人在他身边 你这蠢货 如果我有一百只羊 其中一只走失了 你认为我会撇下九十九只吗 不 我已经有九十九个问题要处理 少了一个多好 我相信在幕后的日子 如果我可以什么都不管 全力的游戏 全力的游戏 不 我觉得这篇很烂 阿达 你有读过旧约圣经吗 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就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历史类 计票 如果我可以真的什么都不管 那就真的不错了 我没有什么改变 什么是悔改 我应该为那是悔改吗 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吗 十二 因为那是在你姓主之前发生的 我真的喜欢跟他一起 他给我许多鼓励 别想太多 放轻松一点 要活得开心 我只是想要让大家都感到开心 圣经说 神创造了一切有种子的食物 虽然没有犯法 但看来是不对的 他现在去哪里 他拿了一些东西出去 我让他烧了我的货车 他应该是时候回来了 嘿 阿达 你在哪儿 你在哪里 我在路上 你有驾照吗 我的驾照吗 你没有吗 我有捕鱼执照 还有一个过期的木匠执照 我还有一个执照叫 我很快来到 所以阿达现在情况如何 我有点担心 我开始读真正的圣经 不是标准古物版 他开始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他丧失了原来的生命 我已经警告过他的 我发现过去只有片面之事 并非全部之事 原来这耶稣 医治一切患病的和瞎眼的 他甚至在水面上行走 我发觉有些看来是好的 也不一定等于从耶稣来的 我要学习耶稣的教导 我事实上已经得自由 我现在觉得很棒 我希望这样可以帮到他 希望他过得更好 虽然我不认为他可以 希望他可以找到出路吧 带着道具很难呼吸 这个胡子太松 完全不合身 这篇挺有意思对吗 当中也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我想我们应该停下来 想一想在篇中的一些论点 认真去抚心自问 我们是否有宣扬 新约圣经的整全信息 换句话说 我们是否只挑那些 我们喜欢的章节来读 然后我们是否忽略了 那些叫我们活得尽钱的章节 我们可以聚焦在这题目上吗 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是否只听耶稣的一些教导 是与世界所歪曲的 没有冲突的吗 我们是否创造了另一个 不抗衡我们文化 不尽钱生活方式的耶稣吗 我们可以避谈耶稣所厌恶的吗 只谈诗人爱听的话吗 我们是否故意忽略 新约圣经里对生命的挑战 我们可以扩宽导向生命的门吗 我们会单单相信 认罪祷告后 就会自动得救吗 我们是否已经创造了 一个冒牌的耶稣 与新约圣经的整全教导 不一样的 保罗说了一句 我们不应忽略的话 是一句很有分量的话 他说 我今天在此声明 我以尽忠尽责 如果有人灭亡 那并不是我的错 因为神要你们知道的事 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了 保罗说 如果有人灭亡 那并不是我的错 我们今天可以像保罗一样说吗 他为何这样说 英文扩大版圣经这样说 保罗说 我并没有一样 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我并没有一样 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也没有不告诉你 神的完整计划和旨意 保罗说 你们中间 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我已宣扬了神的整全教导 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 我们是否按耶稣基督 在新约圣经的教导而活 就像我们活在雅各所说的 与世俗为友的世界里 我们仍然是火热的基督徒吗 我们是真正的信徒 还是宣称耶稣是主的一群人 因为 耶色列人说 这亚维是 离你出埃及地的神 他们承认这一点 他们没有说是 埃及的太阳神 他们没有说 看哪 这是离你出埃及地的太阳神 他们没有说巴黎 没有说亚什拉 他们说亚维 当我们说 耶稣把我从罪中释放了 这耶稣 是那位坐在神的右边的 还是我们创造出来 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冒牌货 我们可以对神的教导玩梗 因为那冒牌货说可以 我们更可以贪恋那些神 吩咐我们远离的 因为我的冒牌耶稣说没问题 我现在可以偷税漏税 因为我的冒牌耶稣理解我 祂希望我长生 我现在可以随意离婚 因为我更喜欢那年轻漂亮的辣妹 然后过新的生活 因为我的冒牌 耶稣也希望我开心 耶稣真的希望我们过得高兴 但不要建基于不遵行祂的话语 你知道在新约圣经 有超过五百条诫命吗 保罗说 因为是否受过割礼 都无关紧要 遵从神的诫命 才是至关重要的 明白吗 他是那个得着恩典的启示 是我们所传扬教导的说 他说他守了诫命 是在新约时代里超过五百条的行为诫命 但我们却另造一个说 可以忽略一半诫命的耶稣 这就是拜偶像 我们创造了一个 让我们随心所欲的耶稣 这是在世上的拜偶像里 最蒙蔽人的方式 那些雕刻偶像的 尚且知道自己不是借偶像造出来的 但那些创造冒牌耶稣 败难虚构耶稣偶像的人 却什么都做 因为他们造了一个完全和自己心意 且看得见 和听得见的耶稣 我可以随意摆布他 按自己方式生活 现在我是淫乱的人 让自己与神为敌了 这课的内容很严肃 但希望大家去思想一下 下一课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现在已经是第六课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对吗? 这一课的题目为起点,这题目是要指出什么呢? 就是那位冒牌雅威如何随着以色列人演变,冒牌的耶稣如何随着现代的基督教演变。 两者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这相似之处就是一个刚硬且缺乏真正悔改的心。 现在请别紧张。 我知道悔改过去曾被教导为律法主义,并且是挟制人的,不过悔改与律法主义没有关系,甚至与挟制扯不上关系,对吗? 我们会再研究一下。 因此,我们现在先翻开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在上一课谈到第二十七节,保罗说,如果有人灭亡,那并不是我的错,因为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了。 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这经文完全不同。 保罗再次说,凡是你们应该知道的,我从来没有避讳不言。 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你们家中,凡是你们应该知道的,我从来没有避讳不言。 保罗在公开场合,也没有避讳不言。 对吗?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我都给他们同一个信息。 这信息不只是给犹太人,却是给所有人的。 人必须从罪中悔改。 请注意并记住,必须这次,人必须从罪中悔改,归向神。 相信我们的主耶稣。 大家知道保罗想表达什么吗? 悔改是重要的。 悔改是必须的。 当信耶稣时,悔改就不再是选项。 现在希望大家停下来,细心想一想。 悔改是必须的。 我在几年前有次进食祷告,我记得就在开始进食的那天, 我当时没有独自一个,没有跟家人在一起。 圣灵对我说,我儿,我想你翻开马可福音一章, 圣灵的声音很亲切,就像我跟你说话一样。 我兴奋地翻开马可福音一章,我发现以前没有留意到的内容。 我读完一遍,然后圣灵温柔地说,你如果不明白,可以再读一遍啊。 于是我再读一遍,然后再多读一遍。 圣灵每次都对我说一样的话。 我之后读了五遍,还是不明所以。 然后我问,对不起,我太愚拙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当我读到第六七遍的时候,那内容开始浮现。 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点,是福音的起点或开端。 这里说什么呢? 看啊,我要拆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谁是这使者? 施洗约翰。 他的整个信息是什么? 悔改的洗礼。 洗礼是完全的浸泡,所以并非指部分悔改,而是完全的悔改。 然后圣灵再突然地问我,孩子,你是否注意到施洗约翰在所有福音书的起点出现? 突然间,我又听到声音说,在旧约圣经,是没有一卷书叫 施洗约翰书的。 他说,因为施洗约翰是在福音的起点。 明白吗? 圣灵接着说,我还未说完,圣灵于是带领我去看,耶稣如何谈论施洗约翰? 我们一起看看,这是主说的,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 耶稣没有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我耶稣基督为止。 他说,到约翰为止,因为约翰是福音的起点。 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谈约翰悔改的洗礼,你就是忽略了福音的起点。 你明白吗? 我听到最后,就忽然间恍人大悟。 我们再回去看奥斯汀与安祖纳的故事。 安祖纳要做什么,才可以嫁给奥斯汀丁? 他要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跟过去所有男朋友说再见。 阿光,阿达,阿勇。 对不起,我不会再跟你们约会了。 我把自己献给奥斯汀丁,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等于他没有悔改,却进入这婚盟。 悔改,就像对旧男朋友说再见。 你们明白吗? 因此,如果我们要与我们的新郎耶稣进入永约时, 我们要决定跟属世的那些事物说再见。 你们明白吗? 所以,悔改才如此重要。 在视频中,我们看到奥斯汀丁在嫉妒。 你知道神也会嫉妒吗? 雅各书说,神所赐助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神会嫉妒。 祂不嫉妒我们,却因我们而嫉妒。 你们明白吗? 就如雅各说,心怀二义的人,那才是悔改。 在圣经记载里,施洗约翰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天国尽了,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知道在圣经里, 第一个出自耶稣口中的教导是什么? 天国尽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句话是耶稣说的。 你们是否发现当中的内容一样,只是章节不同? 天国尽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话跟施洗约翰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对吗? 我们再看看耶稣在其他地方讲的话。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说, 那时耶稣开始谴责一些城镇, 因为之前祂在那里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却没有从罪中悔改,并归向神。 因此,除非从罪中悔改,否则就不能归向神。 你们看见吗? 我们继续看下去。 耶稣说,我来是要召唤那些自知有罪, 并需要悔改的人。 请记得,我们必须要有悔改的心,并相信主耶稣。 对吗? 再看这里,耶稣对另一群人说, 耶稣这样说, 你们要是不从罪中悔改并归向神,也会灭亡。 没有从罪中悔改,就不能归向神。 明白吗? 在另一方面,耶稣的门徒又说什么? 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他们出去传扬什么信息? 门徒就出去,逢人便劝他们,从罪中悔改,归向神。 在地狱的财主又如何呢? 当人死了以后,他们就知道什么是真理。 在地狱的财主说,不行啊,我祖亚巴拉罕, 但如果派一个已死的人到他们那里, 他们就会从罪中悔改,归向神。 当财主在地狱里,他才明白真理。 你们看见吗? 在主复活后,这道理是否有改变? 让我们再去看看。 看看耶稣在升天前,他如何对门徒说。 他说,这些事早就写下来了。 人要奉他的名从耶路撒冷开始,向万国传扬这个信息。 凡悔改的人,他的罪必被赦免。 这信息要向万国传扬,而且不只是给犹太人, 而是给所有人的。 你们看见吗? 在五旬节那天,当犹太人问本徒, 他们怎样做才可以得救时,彼得说了什么? 彼得回答他们说, 你们个人都要从罪中悔改归向神, 放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 扫罗又如何呢? 我指的是,直接得着耶稣启示的保罗。 看看他怎么说。 我先在大马士阁向人传道, 然后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全境, 甚至在外族人当中传讲。 那就等于所有人, 劝人要从罪中悔改, 归向神, 用善行, 证实自己的改变。 这话是得着从天上来的异象的保罗说的, 我们怎么可以忽略这道理, 如果在耶稣复活后, 我们仍然从天父里听见同一个信息, 我们还可以忽略吗? 看看天父说什么, 神没有追究人类从前的无知, 但现在他吩咐, 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 包括了吉林, 台湾, 西藏, 甚至海南, 但现在他吩咐, 都要从罪中悔改, 归向他。 没有悔改, 就不能归向神。 你们明白吗? 我们去看看耶稣基督的基本教义, 好吗? 希伯来书说, 基本要义, 就是那个起点。 这里的基本要义很有意思, 就是从恶行中悔改, 从恶行中悔改, 和信靠神的基本要义, 我们不必再重新学习, 因为没有从恶行中悔改, 就不能信靠神。 你们预备好听这个道理吗? 我已经投在屏幕上了, 没有从已知的罪中悔改, 就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心。 什么是罪? 就是不顺服神。 请听清楚, 如果我们故意接触色情的事物,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明白吗? 就像安卓纳说, 我要继续跟阿达约会, 你明白吗? 假如安卓纳故意跟阿达约会, 他就不能跟奥斯丁结婚。 这道理很简单, 不是那么深奥的。 对吗? 如果我们不愿意停止发生婚外性关系,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我跟女友经常发生关系, 不过她已经嫁给我。 她就是丽莎·碧维尔, 神也喜悦这种关系。 不过丽莎不会喜欢我这样的表达, 希望她看不到这视频。 如果我们拒绝脱离同性恋,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你真可以说自己是基督徒, 却故意去继续同性恋, 因为哥林多前书六章说, 那些同性恋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就像安祖纳想跟奥斯丁结婚, 也跟阿达继续关系。 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碧维尔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无常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挑选你需要的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你们看见我死列出的问题吗? 如果我们拒绝离开偷税漏税,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对吗? 我会继续偷税, 因为政府没理由去拿我的钱。 你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借口, 甚至凯撒的归凯撒。 如果我们拥抱性变态,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因为神创造男女, 人不是同时拥有两性的。 圣经说, 神造男造女, 但人们却说, 神啊,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让我有男性的器官, 但我应该是个女生。 这思想是大错特错的, 因为我们自以为有智慧, 却其实是愚拙。 你们明白吗? 如果我们拒绝饶恕,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如果我们不拒绝说三道四,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正如我在上一课说, 在新约时代里, 有超过五百条行为诫命。 事实上, 如果神吩咐我们要远离的, 我们却依旧坚持, 我们就制造出一个冒牌耶稣, 我们就是在拜偶像。 相信你现在应该对拜偶像 有多一点的了解了吧。 当我们被蒙蔽, 我们的信心是虚构的, 那不是真实的。 如果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大使, 都不如实告诉寻求神的人。 如何能假设他们认识真理呢? 我们会成为谁呢? 就会像安祖纳的家人一样, 认为安祖纳自己会明白。 你如果要结婚, 就要离开所有前渡男友。 我们身为安祖纳的家人, 却没有把这话告诉他, 所以他跟奥斯丁结婚后, 仍然期盼跟阿达和其他人保持关系。 对吗? 安祖纳的家人应该怎么做? 他们应该说, 如果你要结婚, 要进入婚姻的盟事里, 你就要离开你所有的旧男友。 这是安祖纳的家人应该说的。 我们身为神家的一部分,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大使,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说, 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如何能知道呢? 如果是施洗约翰, 他会怎么说呢? 停止, 你别恐吓他们, 身为税吏, 你别再多说, 对吗? 他具体指出人们的错误, 让他们知道, 借此让神的知识藏在他们里面。 我们为何要留意现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要去让人们知道, 我们自己的良知已经不管用了。 你知道这是违背你的创造主的意愿吗? 我们试图让自己受人称赞, 让这事情被接受, 成为公民权益题目, 让我们一起去做。 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 有些人会同意这做法, 但他们却听不到福音, 丧失了领受福音的机会。 你知道施洗约翰因为干涉别人的性选择而送命吗? 他说, 你与你兄弟斐利的妻子犯淫乱, 这是违背神律法的。 施洗约翰当众告诉这人, 于是他就因此丧命了。 我们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是需要牺牲的, 但你会宁愿看见人与耶稣建立真正关系, 而不是跟冒牌耶稣一起。 因为这些人到最后, 主会对他们说, 我不认识你们。 当神这样说的时候, 留他们血的责任也在我们身上, 因为他们将永远与神隔绝, 我们也只是欢迎他们进入 另一个神不认识他们的家庭。 这点我们需要注意。 好吗? 让我们去看看什么是悔改。 首先, 悔改的定义在新约和旧约是不一样的。 旧约的悔改就是披麻蒙辉, 是以外表来告诉神说, 我已经改变了。 在新约的时候, 这就改为内在的表达。 如果你去查悔改这词, 它出现了58次, 其中24次是名词, 其他的是动词。 Metaneo或Metaneo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能是希腊文的专家, 但我不是, 我只懂翻字典。 最广为接纳的定义是心思的改变。 就像安祖纳说, 好吧, 我不再跟阿达约会了, 因为我跟奥斯丁有婚约, 这就是安祖纳心思的改变。 你们明白吗? 请再注意我以下这话, 如果我们只认为悔改, 只解作心思的改变, 我们就不明白它当中的力度。 在正主圣经百科全书说, 悔改不只是个人在计划, 动机或信念上的改变, 而是全人的改变。 是从最终转向神。 我喜欢全人的改变这说法。 这告诉我们什么? 让我换句话说, 我可以把心思改变, 但不完全相信。 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明白吗? 这些学者想指出, 悔改不单单是在思想上的转变。 如果你翻开莱克斯汉姆神学字典, 他形容这是一个人把他的心思重新定位, 从罪转向神的过程。 悔改当然包括意念, 也包括心思, 是近身地去到我们的意愿与情感中, 对吗? 这渗透我们内心的深处, 我们不只是在思想上改变, 而是整个心在改变。 我们整个人都会完全改变。 因为耶稣说, 人心里会产生邪念、 凶杀、 铜奸、 淫乱、 偷盗、 谎言和诽谤, 玷污你们的是这些东西。 如果这一切都是从思想来的话, 那么单单改变思想就行了。 但这样并不足够, 因此才需要整个心去改变, 意愿和情感上的改变。 我现在要说句, 让你们一些人沮丧的话, 无论突发或习惯性的行为, 都是源自内在的。 对吗? 如果真正的悔改, 是全部来自思想上的改变, 耶稣就不会说,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对吗? 我的心掌控着我的行动与反应, 我们也是借此被定义。 你说什么? 我知道这话是不好听的, 但却是真理。 因为耶稣说,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就是凭他们的行径。 因此, 我们如何分辨一个人, 是否真正的基督徒? 就是凭他的行径, 因为这是从心而发的。 我们是被自己的行为所定义的, 我们的心如何, 我们的行为也如何。 所以, 悔改不单是思想的改变, 而是心的改变, 对吗? 因此, 我们不是被自己的动机, 而是被行为来定义。 这就彰显出福音的能力。 因为福音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 改变他一切最深的渴望, 这就是福音的能力。 在旧约时代的人, 有着一些规范, 就如要控告一个人犯奸淫, 你就要实际上抓住他跟一个女人行淫时, 才可以入罪。 但在新约时, 耶稣说, 凡看见妇女就懂淫恋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为什么? 因为新约有着更严格的要求, 其实也不是要求, 而是因内心改变而产生的果子。 当你的心改变, 并于一个女人有了婚盟之后, 就不再看着别的女人起淫念了。 你们明白吗? 当我们的心底里相信真理, 发现自己的思想或行为, 是违背我们的创造主时, 就会开始悔改。 这种从心而发的觉醒, 不单是观点上的改变, 也是渴望与行为上的改变。 当我们原来的渴望, 与喜爱跟神是相违背的话, 我们会从心底里坚决改变, 脱离, 甚至厌恶我们原来的。 总结是, 悔改不是消极的, 却是积极的。 因为这是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起点, 我们想成为那些在山下敬拜, 冒牌雅威的以色列人, 还是像在山顶的摩西一样, 跟神有着亲密的关系呢? 如果以现在为例, 你真的希望那些常常去教会聚会, 但散会后却忘掉自己的身份? 因为他们根本与耶稣基督 没有建立亲密的关系, 他们只建构出一个冒牌货, 他们认为我可以在死后上天堂, 与此同时, 我仍然可以过着我想过的生活。 这却是与创造主的愿望相违背的, 我们所认识的福音, 是大有能力的。 它不单让我们从罪的刑罚中得释放, 更使我们免受罪的捆绑。 我们会再多讲这方面。 下一课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阴四溅》 我们要去谈三个词 真理、包容与爱 现在让我们看看推亚推拿教会 看看耶稣对他说什么 启示录记载了七家教会 是耶稣有信息要告诉他们的 他们当时都是在亚西亚一带的 推亚推拿是其中一家 假如这信息只是主给那些 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教会的话 就不会在圣经里记载 为什么 因为只是对他们说 这信息记载在圣经 是因为这是个预表 也代表我们现在也管用 我想首先指出的是 耶稣并非对推亚推拿城说话 却是对推亚推拿教会说话 看看主怎么说 我希望用第一人称来重复耶稣这番话 因为他在对我们说 好吗?可以吗? 这话对我们今天还是管用的 所以请留心 主这样对我们说 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 我看见你的爱心 信心 服侍和坚忍 也可以看见你在这些世上 不断长进 我有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当一个时工开始倒退时 首先消失的会是什么? 神的爱 主对以佛所教会说 你已经不像起初那样爱我 不是我们教会 我们非常相爱 我们不但非常相爱 而且有很好的聚会 很强的信心和坚忍 容许我多说一句话 我们在这些方面都不断长进 牧者最不想听到 耶稣对教会说什么 假如我是耶稣 牧者已经说 我们在不断长进 所以这教会释迦很好 有增长和健康的教会 他们爱社区 也服务社区 当我们看看 耶稣继续说什么 好吗 我要肯定大家可以跟上 这不是一家要持守 却是在增长的教会 明白吗 耶稣称赞后 他突然转过来 纠正说 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女人 耶稣别把我的众仆人引上歧途 他教唆他们犯淫乱的罪 又教唆他们吃寄过偶像的食物 为什么那人叫耶稣别 那么你要明白 有许多犹太人 在那些教会里 当读完猎王纪上下 你会把你的孩子叫做耶稣别吗 对吗 肯定不会 我认为这些经文要说的 不是猎王纪里的耶稣别 我觉得把圣经 译成中文的人 也相信这一点 因为这里说是 那耶稣别 让我举个例子 我儿子雅丽很喜欢说笑话 我会称雅丽 是个孝心 我不是说她名字叫孝心 我只是说她是个孝心 对吗 因此耶稣说 她就是那耶稣别 也就是 她跟猎王纪所记载的耶稣别 是同一类人 你们可以跟上吗 假如这人跟耶稣别 是同类的话 就让我们看看耶稣别 好吗 在猎王纪的耶稣别 是个拜偶像的王后 她常常作恶 有很强的影响力 导致整个以色列 都被迷惑 只有一人 胆敢站起来对抗她 她叫伊利亚 虽然她后来也要逃避追杀 但她站起来 对抗那些利益团伙 谁是耶稣别的利益团伙 他们的心经 是耶稣别发的 他们就是那些大众媒体 我应该不用再说明吧 因此 伊利亚与以色列众人对质说 你们是否要侍奉神 你们心持两意 要到几时呢 若耶和华是神 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黎是神 我们要注意 巴黎是个偶像 当你听见是偶像 你会有什么想法 若巴黎是神 就当顺从巴黎 众民一言不答 因此伊利亚要跟他们对抗 现在回去看看 推亚推拿教会 并要提出一个问题 这教会的爱心 信心和服侍不断长进 他们实际上犯淫乱的罪吗 又吃忌过偶像的食物吗 我并不认为 原因是因为保罗 没有说过 吃忌过偶像的食物是罪 根据哥林多前书八章 甚至罗马书十四章 这都是按照自己的信心 对吗 那么耶稣为何会责备一些 圣灵容许保罗去做的事情呢 对吗 据大部分诗经书说 大家都不相信 推亚推拿教会 会犯淫乱或败偶像的罪 因此是故意败偶像的罪 对吗 我真正想说的是 这些都无关重要 什么才是重要的 耶稣说这番话的焦点 在于这教会 对这已知的罪 或败偶像以无能为力 耶稣说 但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你容让 容让这词意味着 你容许或你应允 从消极的角度来看 就是你没有阻止 防止或制止 明白吗 所以耶稣跳过 不去谈这些犯罪的人 比方说 这教会可能出现过一个 很有影响力的女人 并且有许多追随者 但耶稣并没有谈及这女人 和这些追随者 他却想对付教会的 视若无睹 你在容忍这罪 你并没有抵挡他 明白吗 耶稣说 我曾经给他时间悔改 他却不肯离弃这行为 所以耶稣显然曾警告过他们 但他们却从耳不闻 现在他在对付这教会 对罪的容忍 对吗 这教会大概只喜欢 令人振奋 或鼓励人心的教导 却不想听到 教证性或告诫式的教导 明白吗 这就好像 你待着的房子 发生火灾一样 如果你的房子 发生火灾 而其他人却在熟睡时 你会如何反应 不行了 我要救他们 离开房子 对吗 你知道使徒犹大 在一个类似的情况里吗 犹大在书信中说 亲爱的朋友们 我一直很想给你们写信 谈谈我们共享的救恩 他原本想谈一些积极的课题 就如救恩 但现在 我觉得有必要写信 谈谈别的事 敦促你们捍卫信仰 这信仰 已经由神一次 且永远地托付给他的圣名 我这样说 是因为有些不进钱的人 已经偷偷混入你们的教会 扬言说 有了神那奇妙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放荡地生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使徒犹大想谈谈天国 谈谈身为基督的大使 这位分 谈谈借主赐下的智慧 与从神来的医治大能 但是更重要的 就是要警告你 去提防那些 把神的恩典 说成是可以放荡地生活的许可证 因为过去 有一些人在传扬一个 可以纵容的恩典 而非得着能力的恩典 推亚推拿教会正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因此犹大说 我要有为父的心 我现在要劝诫你们 我明白犹大在两难之间 也明白他的沮丧 我尝试过 有许多次想写一本正面题材的书 一本让人兴奋 觉得被鼓励的书 谁会不想被鼓励 请别误会 福音包含被鼓励的元素 就如造就安慰 劝勉 对吗 所有人都需要被鼓励 包括在座的每一位 对吗 但是 你不可以只对神的家 讲鼓励的话 而我们身为教会 却在退缩 我们所做的 跟推亚推拿教会 没有区别 圣灵告诉我 我们的爱心 信心 服饰上 都不断长进 只是没有抵挡 那领人到那冒牌耶稣 这拜偶像的状况 你们明白吗 有句古老的拉丁谚语说 沉默表示默许 当应该要表达的时候 就该要表达 假如应用在教会领袖身上的话 沉默已经是一种表达 就像在说 你这样做没错 继续吧 耶稣清楚地说 那些跟耶稣别行淫的人 如果不悔改 就要承受极大的痛苦 这是很严重的状况 因为主不是向非信徒说 却是对这教会说 现在我们要问 在这一切包容的背后是什么 为何使徒犹大会写这书信 为何这教会容让这事情发生 为何他们没有去抵挡 这一切是源自 被误导 去了解真正的爱 让我们去读 以佛所书四章 新普及一本 就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比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 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保罗说 我们不会被人用 听似真理的狡诈 谎言蒙骗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假教导非常狡诈 听似真理 但让我们看看 保罗怎么去反制 他说 我们会怀着爱心 说真话 在各方面成长得 越来越像基督 假教导 可以被误以为是真理 什么力量可以与他抗衡 就是说真话 而且不单是说真话 更要怀着爱心 说真话 如果你只是说真话 最终只会是律法主义 如果你只是说爱心话 最终只会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如果你怀着爱心 就会让大家都得着合适的保护 这就是为何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 尽管我爱你们越多 你们似乎就爱我越少 因为哥林多教会不想听管教 他们就是不喜欢听 他们想听鼓励的说话 只听鼓励的说话 让我们对自己坦白 我直接把我的笔记读出来 我们避免对别人谈一些属灵真理 因为我们没有以主的爱去爱他们 事实上 我们避免叫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觉得叫人悔改 是缺乏怜悯 温柔 仁慈与爱心 请思考我们团队拍的短片 嘿 查理 看看那边 拉布拉多得利犬 在那边 对啊 我喜欢这个 好可爱 是 一半拉布拉多一半贵宾犬 什么 是贵宾犬吗 是啊 不是 不是的 没错 是贵宾 诶 那不是修经济的Dave吗 是 他在那里干嘛 他 他在那看风景呗 看风景 他不是失明吗 我们要提醒他 诶 诶 Dave 你想做啥 你不能只是告诉他该怎么做 为什么 你是先天吃鸣吗 不是 那你不会明白 Dave的景况 你不能理解他 就让他这样吧 他会没事 他差不多滑倒了 等等等等 但你真的会因为他会滑倒而 而去警告他吗 每个人都会经历滑倒的阶段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需要去爱他 而不是去指正他 这样会对他有帮助吗 每个事情都可以有不同的应对 假如我们指出他的缺点 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被爱 没有被接纳 我只想避免他掉下去 他看来 他看来已经停不下来了 你这思想真有问题 而且他可能不再喜欢我们 你 你是否有想过 你 你想过吗 Dave 有生命危险 我要警告他 嘿 Dave 别别别 不要 有人吗 有人在附近吗 嘿 Dave 你好吗 我是你的同学Charlie Charlie你好啊 别说话 为Dave着想 Charlie 你能帮到我吗 我觉得自己迷路了 你可以 可以告诉我吗 对啊 他可能迷路了 你说的对 我们应该继续鼓励他 嘿 Dave 你真的很棒 我很高兴 在这可以看到你 看到你远足真好 你前面的路很好 你很了不起 谢谢 看来我走对的路 嘿 仔细看着 他自己故意发现 只要在他有问题时 继续爱他 嘿 你还在吗 这故事真的发人深省 让我们谈谈这题目 这故事如何在现实中应用 好吧 我们回顾一下 在篇中 大夫是忙的 他朝着悬崖走去 肯定是致命的 但Charlie所关心的 是大夫在最后的时刻 是否过得舒服 当我们在教会里 只着重说积极 鼓励人的话 比如 嘿 我们希望你今天 是你一生里 过得最好的一天 我们希望你可以享受人生 这些都是我们会说的 我们所做的 只是让那些将要从悬崖上 掉下去的人 暂时好过些 其实 我们并不爱这些人 可悲的是 当我们真的 因着爱去说实话时 就被别人讨厌 或觉得偏执 我们其实 想把他们 从永死中救出来 我认为 我们没有说实话 是因为我们觉得 一个人有七八十年的寿命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活到八十岁 比方来说 假如我去一个婚宴 桌上放满了甜点 而我知道 自己只有一天寿命的话 我会如何反应 我会把一切 吃得干干净净 对吗 但是 要是我有六个月的寿命 我就不会 或只会吃一件甜点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肚子不舒服 也不想下个星期 多胖几斤 更不想对健康 做成负担 对吗 别人常常对我说 来吧 约翰 一起享受人生 这不是享受人生 这是享受当天 我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常常在争论说 你不知道他的经历 也不知道他的底细 请思想一下 我们是否因为不想被别人讨厌 或觉得偏执 而不去把真相告诉别人 你是否知道 真是有地狱的吗 地狱确实存在 无论主耶稣 使徒保罗和约翰都谈论过 我们看看圣经 使徒约翰说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在马太福音 主说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这代表这刑法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是没有限期的意思 帖撒诺里加后书说 他们要受刑法 就是永远沉沦 这刑法是真实的 是离开主的面 神所创造的地狱 不是给人类的 而是给魔鬼和他的党羽 魔鬼蒙蔽亚当 然后耶稣来拯救我们 当我们现在却只希望 每个人可以快乐地 过七八十年的岁月吗 当雅各说 生命是一片云雾石 就代表我们的生命 相对永恒来说 是微不足道的 关键在于什么是真爱 在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 神就是爱 请留心听 神就是爱 神没有爱 他就是爱 是爱的重要本质 我们可以告诉那创造我们的 他是谁吗 我们可以把他定义吗 不 我们只可以让他定义爱 对吗 有天 我在海滩漫步 那是个很漂亮的海滩 当时我向神祷告 是在一天的大清早 圣灵对我说 孩子 我的教会 着重爱的外围 而忽略了爱的核心 让我把他这话 向你解释 他在海滩 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比方说 我要教导一个小孩子 如何去区分男人和女人 然后我对小孩子说 男人有一双眼睛 有一个鼻子 有一双耳朵 有头发 有两只手 有一双手臂 有一双腿 这孩子会很容易地 把女人当作男人看待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告诉他 男女的最大区别 事实上 女人有胸脯 她的生殖系统 跟男人不同 对吗 但我却没有把这关键的区别 告诉那小孩子 对吗 神说 你们只谈爱的外围 爱有恩慈 但是从世上来的爱 也有恩慈 爱是很久忍耐 但是属世的人 也会有着受人赞赏的忍耐 你们明白吗 相信我不需要再列举吧 那么属世的爱 跟从神来的爱 有什么关键的区别呢 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 留心看这句经文 好吗 这里没有说爱有恩慈 爱是恒久忍耐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对吗 还有另一句 在约翰二书六节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如果你认为 还是欠缺说服力的话 请听听耶稣怎么说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耶稣说 接受我的命令 又遵行的人 他说的不是建议 就是爱我的 因此 我们只谈爱的外围 却没有聚焦在神的爱 与属世的爱 当中的重要区分 如果我有恩慈 又忍耐 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却不时看淫秽物品 不时说三道四 活在明知故犯的罪中 这是爱吗 不 真正的爱 是有恩慈 不嫉妒 不自夸 并因爱 而遵守神的诫命 假如我们从 另一个角度去看 我守了耶稣 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当我对人无礼 我仍然没有守耶稣的诫命 我对人没有耐心 这也不是爱的表现 爱是个整权的总体 我们不能称男性的生殖器官为男人 女性的为女人 我们要从总体来看 当我完全在神的爱中行走 我就有忍耐 就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并且守神的诫命 因此 保罗在离世前 他语重深长地对提摩泰说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这句话的关键在于 无论得时不得时 短片中的查理认为 那不是好时机 所以他没有尝试阻止 大夫掉下去 因为他不想有冲突 无论时机是否合适 无论受人欢迎与否 无论别人是否听进去 身为传福音的人 是要告诉别人 他的生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这话是保罗离世前 对着提摩泰 这年轻属神的大使的 临别赠言 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 是有着真理伴随的 没有神话与真理伴随的爱 就不是爱 只是个冒牌货 在当今的世界里 我们偏离了正轨 我们有着并非 从神来的冒牌的爱 也因此驱使我们 创造出一个冒牌的耶稣 我们下一刻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来到最后一刻了 光阴四溅 时间过得真快 我非常享受 跟你们一起的时间 看你们的表情就知道了 现在是第八课 我首先想谈的是 在最终的信徒 所面对的三类不同情况 我想把这些列出来 第一类情况 就是那些自称得救的人 因着他们的心印 而侵蚀罪 他们对现实 视而不见 伤透了主的心 我记得有个大牧者 对着我说 他说 他感觉到主伤心流泪 主问 为何我的子民 以那些让我手 被定贯穿的事情为乐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这话 基督徒的心印 让神的心也碎了 因此 神称他们是子民 却是轻视罪的 耶利米书八章十二节说 他们为自己可憎的行为 感到羞耻吗 一点都没有 他们甚至不知道脸红 第二类的基督徒 你见到我 打引号手势 因为我不是审判人的 只有神才是 他们称耶稣为主 这群人悟信 我们生来是个罪人 主的宝血 只可以使我免除罪的刑罚 却不能使我们 从罪的捆绑中得自由 因此 他们误认为 主的恩典只可以复辟 不能赐人力量 请别误会 主的恩典 不但可以复辟 还可以赦罪 是奇妙的 不过 主的恩典 更赐我们力量 让我们行事 为人 像耶稣一样 所以保罗对这些人说 这样看来 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犯罪 好让神向我们 显出更多奇妙的恩典呢 当然不是 叹好 既然我们对罪来说 已经死了 又怎能继续活在罪中呢 刚才提到的两类 都在我所定义的克什当中 这就是克什 明知故犯的罪 那么第三类呢 是那些正在努力挣扎 要摆脱罪恶的 他们想离开罪 但罪 紧紧地抓住他们 他们还没有从神的话语中 领略如何运用信心 让自己从罪中得自由 当他们犯罪时 会伤心 因为他们爱神 他们真心悔改 但不多久后 他们又再次犯罪 可悲的是 使他们受捆绑的原因 是因他们的内疚 与自责 他们为罪感到羞耻 使他们不能摆脱罪 假如这是你面对的处境 请听主怎么说 主说 如果别的信徒犯了罪 要谴责他 如果他悔改 就饶恕他 就算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每次回来请求你的饶恕 你都要饶恕他 我为什么要带出这话 因为圣经说 我们宽恕得罪我们的人 天父也必宽恕我们 如果神不是不断地宽恕我们 主也不会吩咐我们 不断地去宽恕 对吗 因此 这是很美好的 别给犯罪后的羞耻留地步 我发现有些人 知道自己犯罪 就会自己惩罚自己 你们明白我的话吗 我不配被拯救 我不配成为基督徒 我不配这个 我不配那个 明白吗 所以他们自我惩罚 但这会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挪走主基督宝血的大能 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饶恕 不用再自我惩罚 基督的宝血有着完全的饶恕 在这最后一刻 我想多谈谈第三类情况 所以我想在不顾面子下 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 我在十二岁的时候 就染上了看色情物品的习惯 朋友给我看色情杂志 我看了一本又一本 后来怎么样呢 我开始习惯性手淫 染上这插劲的影头 记得在中学时期 当我看着女生时 就有着各种各样疯狂的性幻想 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 后来 在1977年 我读大学的时候信了主 我戒掉了坐在窗边醉酒 不再像海员喝醉那样 说粗言晦语 但是对色情和性欲这方面 还是戒不掉 然后我在1982年 跟Lisha结婚 我当时认为 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现在仍然是 但我的情况没有好转 反而更糟糕 在1983年 我虽然开始全职侍奉 却是每况愈下 到了1984年 我在教会里的其中一个岗位 就是去接待嘉宾讲员 其中一位是著名的商务尔牧师 他到过亚洲 美国 以及世界各地 借神的能力服侍许多人 并特别以释放服侍文明 当时是1984年的秋季 只有我和他在车上 于是我把自己的过去 坦白地告诉他 他却像父亲一样责备我 我留心听着他说的每个字 然后我说 桑瑞尔牧师 可以为我做释放祷告吗 他按手在我头上 然后在车上 为我恳切祷告 往后情况如何 没变 我要找一个 比他有更强恩高的 为我祷告吗 不 因为在那个时代 他已经是最棒的了 然后我记得 在那1984年的秋季后 到了1985年的5月2日 有人借了他的公寓 给我进食祷告 我从4号到6号 在那里进食祷告了三天 我完全从色情中 得释放 从情欲的灵中 真正得自由 我觉得很棒啊 我终于得自由了 然后我记得 在我得释放的几年后 我自己有点疑问 于是问神说 为何桑瑞尔牧师 为我祷告时 我不能得释放 当时我谦卑自己 我对他坦白 把一切都与他分享 之后 神就开始谈 我的祷告生命 在得释放的前几年 每一天 我大概祷告一个半小时 我早上4点45分起来 然后到外面去 因为我习惯到外面祷告 然后到六点半或七点钟 才回到家里 明白吗 我的祷告 聚焦在神如何使用我 让人得释放 让人得医治 让人得拯救 主啊 请使用我 让更多人归向你 我是这样子的向神祷告 然后 大概在1984年的秋季 我如常地在早上起来 到外面去热切祷告 圣灵在我祷告中途 突然对我说 你领人归主 让人得医治 又让人得释放 不过你仍然会进地狱 我大吃一惊 然后圣灵继续说 犹大撇下一切跟从我 他治病 使人得释放 让人悔改 但他正在地狱里 我听到后 就开始起鸡皮疙瘩 我其实在发抖 我当时回答说 主啊 我相信你 我该追求什么 我该为什么祷告 主说 就是要亲密地认识我 然后在那天 我开始明白 这就是摩西 所热切追求的 是保罗所追求的 也是大卫 所追求的 在圣经里 所有有着美好句号的人 他们的首要追求 就是亲密地认识神 保罗这样说过 是的 相比之下 认识我主基督耶稣 才是无价之保 其他的事都毫无价值 换句话说 亲密地认识我主基督 才是无价之保 其他的事都毫无价值 我为了他的缘故 已经抛弃了一切 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垃圾 好让我能得着基督 我曾经寻求侍奉 多于亲密地认识耶稣 对吗 然后圣灵再对我说 你像桑瑞尔牧师坦白时 你害怕 这罪会使我对你的呼召离开你 但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 你是因为伤了我心 而感觉难过 那么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七章 有话要说 这不是对非信徒 却是对教会说的 这里说 如今我欢喜 不是因你们忧愁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 生出懊悔来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 因为我们受亏损了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一直得救 但失死的忧愁 是叫人死 因此 你们可以有两种忧愁 医着神的 就生出懊悔来 另一个是什么 世俗的忧愁 是叫人死 对吗 假如你们研究 得救这词 它不能完全表达 当中含义 但得救 这词的希腊文 是 Sotoria 是解作安全 是解作安全 释放 免于危险或毁灭 我会尝试把释放 这次再说明 让我们先回到刚才 哥林多后书那节经文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懊悔来 一直得救 得救的就是 Sotoria 也代表释放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没有后悔 但世俗的忧愁 是叫人死 因此忧愁 有两种 依着神的意思的 与世俗的 一种使你得释放 另一种 是叫你死 当中有什么区别 两种忧愁的人都说 我犯了罪 你们记得巴兰说 我犯了罪 扫罗说 我犯了罪 犹大说 我犯了罪 两种忧愁 一种带来的是释放 另一种 带来死亡 这两种究竟有什么区别 我们可以从 两个王的生病中看出来 首先看看扫罗王 在撒摩尔上记载 他背逆神 与撒摩尔争论 背逆的罪 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对吗 扫罗怎么说呢 我有罪了 我把这些经文打出来 我有罪了 虽然如此 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 和以色列人面前 抬举我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 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 云端资源库 Cloud Library 现在再看看大卫 大卫为了掩饰 与别人的妻子犯奸淫 而杀了他的丈夫 先知去跟大卫说这事 大卫反应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然后在诗篇 五十一篇 他说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轻正 大卫面对自己的罪 不顾他团队领导 有什么看法 他脸浮于第七天 因为他向神犯罪 唯独得罪了神 扫罗 却对萨姆尔说 求你抬举我 求你在我百姓的 长老面前抬举我 求你在以色列人 面前抬举我 他只想到自己的荣誉 扫罗忧愁的焦点 是他自己 世俗的忧愁 只关心自己将会如何 关心自己是否会被审判 关心自己是否会 丧失毕生的呼召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是觉得自己 伤害了为自己牺牲的神 你看到区别吗 神开始让我回顾 过去的祷告内容 我发现在1984年时 我祷告求神 在这方面使用我 在那方面使用我 我只关注我的罪 是否会使我失去 神给我的呼召 这是世俗的忧愁 经过圣灵的提醒后 我开始改变 我每天祷告的内容 我会祷告说 主啊 我想更认识你 我要更爱你 请你让我成为 世上最爱你的人 我每天的祷告焦点 不再是使我去赢得更多灵魂 因此 当我在5月2号 进食祷告时 我为自己伤了神的心 而悲哀 这依着神的意思 忧愁 使我得释放 也使我得救赎 你们明白吗 当中的区别可以是 我看见人们在哭泣 看似是悔改的缘故 但圣灵却告诉我 他们并非悔改 在一个多月后 他们仍然犯淫乱 我也看见过 有人什么表情都没有 但却完全得释放 因此 坦白说 真正悔改的指标 真正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不只是在情感上 也不在于是否流泪 对吗 却在于我们的心 是否有改变 你们明白吗 我现在可以走出来了 在1985年5月6号前 我不可以 当我的视线范围 有色情的成分 我就会像金属 对着磁石一样 被吸引过去 实际上 我会为容易找到 色情的事情而兴奋 明白吗 在我得释放后 我就有能力去脱离她 现在的情况是 当我在路上 看见一个女生 穿着的 她穿得比较 不是暴露 对 不检点 就算我与她并排而行 我都不会被她吸引 但这并不是神 要看见的最佳处理 神会希望我对着她 然后打个招呼 却不会有半点 歪念 然后看看这句经文 在约翰福音 耶稣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 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得自由 跟得以自由 有什么区别呢 举个例子如何 使油水的玻璃杯 得自由 就是把杯子倒过来 让里面的水流出来 或者 我可以叫杯子 得以自由 就是把拳头 塞进杯子里 让里面的水 满溢出来 这样的话 我的拳头 就留在杯子里 明白吗 我的拳头比于什么 真理 主正在改变 我的心思意念 你们明白吗 让我告诉你们 主赐我的第一个启示 就是每个女生 都是女儿 对你们来说 这听起来没什么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真的启示 每个女生 都是某人的女儿 我再不把她们 看为一块肉 我把她们 看为某人的女儿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是几个月后 我得着另一个启示 女生是按照 神的形象创造的 所以 她们是神的女儿 有着荣耀为冠冕 现在又如何呢 坦白说 经过几年的时间 要是有色情物品 在我面前出现 我可以马上拒绝 在过去 我所不能摆脱的 现在都变成厌恶的 我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要是神可以改变我 祂也可以改变你 人们常说 男人就是男人 不能变的 你虽然认为 男生就应该是这样子 但并非这样 我过去被捆绑 现在得自由 但请别误会 我重生得救 耶稣住在我里面 但我的肉体 仍然被牵引 我的思想和肉体 都被牵引 在神学方面 我不知道这是否说得通 反正我不管 我只知道 我已经得自由 我已经得以自由 明白吗 借此 我发现 耶稣基督的大能 我把我想讲的 都在屏幕上打出来 我们是否会相信 从主所得着的 无偿拯救 只能使我们 从罪的永行中 得释放 却不够能力 使我们从罪的捆绑中 得自由 如果你相信的话 这却完全是个谎话 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话 保罗在以弗所书 这样说 神能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 一切超过我们 所求所想的 那运行在我们 心里的大力 是什么 就是神的恩典 神说 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我的恩典 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这在我们身上的能力 就是神的恩典 借此恩典 我们得饶恕 我们得拯救 是白白得来的 并且赐我们力量 脱离客时的捆绑 明白吗 现在事事后总结了 为什么这些超级英雄的电影 那么受欢迎 试想想 每部电影都很卖座 而且不止吸引男生去看 我记得有次我从澳大利亚 还是新西兰飞回来 有个阿姨坐在林座 她说 她不会错过每部 超级英雄电影 她自己是个死忠粉 已经连接七十了 因此 为何会这么受欢迎 因为她好像在告诉我们 被造势已拥有 却还没有运用出来的力量 记得我说过 初代教会的基督徒 就像当时的超级英雄一样 我们可想自己是其中一份子 但却不是现实 一看超人电影为例 如果我们再细想 就会发觉 紧悟成见的超级英雄 都让我们着迷 我们喜欢这氛围 于是会去看完整部电影 对吗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不过 我们较少提到神的 其中一个方面 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 十五章三节 这里说 耶和华是战士 你是否曾经想过 我们的神是个战士 有吗 神是个公义的战士 他的这个方面 是我们较少提到的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十三节说 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 他是真正的超级英雄 必向战士激动热心 要喊叫 大声呐喊 要用大力攻击仇敌 是个公义的战士 对吗 你们有见过 战士是被动的吗 会显出害羞的样子吗 胆怯呢 不 战士是勇猛的 是会尽力完成手上的任务 耶稣说 我的十五就是遵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 神差耶稣 来是要做什么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他是个战士 我们是按他的形象造的 你是否想过 耶稣为何对 启示录的七家教会说 那些得胜的 那些胜过的 耶稣这话 是对他们每家教会说的 但这话如何被理解呢 人们说 主是得胜者 因此 我们在基督里的 在身份上 也是得胜者 不 这是有更深含义的 当耶稣对这些教会说的时候 要是他们已经胜过了 耶稣就不会说 胜过的 虽然在属灵层面上 他们都是在基督里 我们在基督里 你们在基督里 看这视频的也在基督里 因着神是个战士 所以我们同样有着战士的身份 但我们仍然要活像个战士 而且我们要是没有东西可以胜过 如何成为得胜者 嗯 对吗 超人的对头是虚构的 我们的对头却是真实的 他的名字叫撒旦 他有着许多党语 但实际上超人的对头没有对付超人的力量 他只能引诱超人去接触客食 就如撒旦已经没有武装 没有武器去攻击 因他的武装被耶稣完全夺去 他唯一能耍我们的手段 就是引诱我们去接触属灵的客食 我强调经过这八课后 你仍然要去看课本 因为视频有时间限制 有许多内容只在课本出现 因此看课本是非常重要的 让你可以更了解神 让你可以站起来 抵抗撒旦和他党羽的攻击 他们会会尝试让你接触客食 让我告诉你 他会把看得见的好处告诉你 却掩盖着长远要承担的后果 别掉进这圈套 我相信当你看完这八课视频 又读完整本书的时候 你就可以站起来辨别客食 然后对付他 我高兴可以跟贾斯汀 米蒂 亚顿 伯克 一起上课 感恩 可以跟你们交流 让我们一起祷告那次自由的神 天父 奉主耶稣的名 我为看着视频的所有人祷告 主啊 你的灵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宣告你的灵 现在就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天父 因你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说 我们立志行事 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你的美意 我对着那欺骗人的黑暗势力 对着那使我的弟兄姊妹 没能力的属灵客食宣告 在弟兄姊妹身上 再没有任何能力 我对你们每个人的灵宣告 使你们有能力 脱离那捆绑你们的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叫一切使你们被捆绑的话 都失效 求神的恩高与能力 临到你的生命当中 让你可以重新站起来 离开那常常困扰你的罪 愿主使你放下那些困扰你的罪与重担 让你可以与神同行 让你在祂的大能大力中行走 愿你成为这世代的真正超级英雄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们 天父 奉主名求你的保护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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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